代表的中美職棒第一次友谊赛 在台北势力棒球场 荣纵展开这第二仗的比赛 在美国国歌之后 接下来就要演唱地主队 中华民国的国歌 中华民国的国歌将是由 民歌手邱海震来担任 昨天中华民国的国歌 是由杨烈先生来演唱的 我们看到一身黑色装扮的 邱海震小姐已经出场了 她也将到走到投手修 在投手修清唱中华民国的国歌 吉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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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他 心得到痛 自得多 微微的天天光 如月被仙中 祝你去世子 世事寂寂 世事寂寞 祝你世事寂寂 世事寂寂 世事寂寞 所以在双方的国歌都演唱完毕之后 现在是双方的球员做纪念笔的交换 我们看到两位 三位统一诗队的外籍球员 王翰 林克以及阿Q好像跟道琪队的人员非常的熟悉 还特别交换了个纪念品 所以比赛在双方演唱完国歌以及球员交换 交换完纪念品之后将要马上的展开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要进行开球典礼的为我们投一球的呢 非常荣幸邀请到 连续两次担任过美国奥运赛表队教练的Mr.Run 是美国国家代表队的总教练 他也是两届美国国家代表队的总教练 而且他也是长期南加大的一位教练 他是在美国大学的历史上赢得场数最多的教练 所以我们非常荣幸能够请他到场地来给大家开球 他在南加大担任了44年的教练生涯 而且他是两届美国奥运的国家代表队的教练 是1964年跟1984年 这两届相差了有20年之久 而且他曾经带着南加大的球队 以及他的国家代表队都到过台湾来比赛 所以他对台北的这个棒球 以及这个各项棒球的事物都非常熟悉的 所以现在请Rodido来做第一球的开球仪式 做捕手的是今天这个先发捕手曾志珍 所以统一队的先发的捕手 这个球投得非常好 曾志珍顺利接到手套里面去 完成了开球的仪式 这个开球的仪式简单隆重 包括了许多许多的友情 Rodido不但是我们台湾棒球界的友人 而且经常到台湾来 即使是没有棒球的事情 他也没事有空就常常到台湾来旅游 来看看台北棒球界的老朋友 所以很多台北棒球界的朋友跟他都非常的熟 场内的观众都现在耐心的等待 这中美职棒到齐队来华访问的第二仗 战要马上开始 到齐队的先发 阵容的选手已经在场内做热身了 而统一师队跟时报应队的联军 也已经跑进了场内 这场比赛将要马上展开 本日三队和中国玩的道 ident的 优优人和中国玩的住宣优人 非常感谢正面 今天来到美职场 尽量的 grapple 主持人是先发个大学 的选手 监不可 生活的叙裂 和英俊 第二三队的一楼 帮助 打算 十二 孤独 我们看到在场上热身的是今天诗英联军的先发投手谢长亨 这时候我们先来看一看盗齐队今天所排出来的先发的打击阵容 盗齐队今天所排出来的先发阵容 第一棒是中间手巴特勒 第二棒是游击手Oferman 第三棒是捕手的Piazza 第四棒是左外野手Strawberry 第五棒是一类手的卡罗斯 第六棒是三类手的汉森 第七棒是投手指定打击华丽克 第八棒是右外野手Rarigas 第九棒是二类手的博尼格 今天的投手是坎迪亚提 另外我们看看诗英联军的这个守备阵容 先发投手是谢长亨 跟他搭配的捕手是曾志真 一类手是楚之远 二类手是谷国谦 三类手是林克 游击手是王光熙 左外一手江泰权 中间手是宋荣泰 而右外一手是曾贵章 我们看完了双方的攻守阵容之后 我们的转播台上已经来了贵宾 就是Mr.Van Scully Thank you and a very pleasant good evening to you Van, thank you for having us here 我们也非常高兴 Van Scully到这边来 所以我们一方面请他来做转播的话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 等于是请他来做转播一局的比赛 OK So Mr.Scully I'd like you introduce yourself a little bit because I want Taiwan's people know more about you We know you're broadcasting began for the Dodgers Also for the NBC in the past Yes, I've been with the Dodgers for 44 years and I've broadcast something like 19 World Series 他曾经啊 已经现在已经一共有44年 那个转播的经验 而且有19个世界 也就是世界大赛的转播经验 所以我们一面看比赛 我们一面请这个Van Scully 来转播这场比赛 然后我来做翻译好了 So I let you do it again Just by your way and I'll be the interpreter Is that right? All right, fine Brett Butler the batter Butler has a very good eye for the strike zone He walks a lot He bunts a lot And if he gets on He tries to steal 现在上来的第一棒的打击者是 Butler他的选球功力非常好 而且他常常用短打 所以他经常能够上来 而且他上了雷包以后 经常能够到来 He is one of the better leadoff men In the national league He is 36 years old And he has had a remarkable career And will be back with the Dodgers Again next year And he plunks one down In the left field line But I believe it's going to be called foul This球阻外野的高飞球 但是可能是个界外球 没错是个界外球 所以现在的球数是 两个好球一个坏球 Brett Butler started with the Atlanta Braves Then went on to the San Francisco Giants The Cleveland Indians And eventually to the Los Angeles Dodgers 所以这个Van Scully对巴特的背景非常清楚 他一开始是亚特兰大勇士队出身的 然后到旧金山的巨人队 还到过克里夫兰的印第安人队 现在才到这个第四个队 就是洛杉矶的道具队 他一共打过四个球队 而且分布是国家联盟 美国联盟都有 Line drive base hit to center field And that's typical of Butler He uses the whole field Just like yesterday Right Coming up now for the Dodgers Is their shortstop Jose Offerman Who is a switch hitter Bats both left-handed and right-handed 接下来打击的是游击手的Offerman 他是一个左右开弓的选手 他可以左手打击也可以右手打击 那今天谢长文是右手的投手 所以他用左手打击 He had a very good year last year with the bat Averaged about 270 from either side of the plate 他去年打击不错 两边都差不多有两成七的打击率 So a fly ball to right field will take care of Offerman 右外野的高飞球 右外野手珍贵张接得不错 造成一个人出局 一垒上的跑者仍然是巴特勒 So with Butler at first and one out The batter coming up Is the unanimous National League Rookie of the Year Mike Piazza 一人出局之后在一垒上的跑者是巴特勒 这个时候上来打击的是 今年国家联盟全票当选 最佳新人王的Piazza He had a remarkable year Had over a hundred runs batted in 35 home runs And batted over 300 And he is the only player Since they established Rookie of the Year To win the award unanimously in the National League He's the second one Yeah, he's remarkable Mike Piazza 在今年呢 他这个Piazza有个非常好的这个球技 他不但是有100多个打点 而且有35个全力打 而且有三成以上的打击率 是历史上可以说是 全票通过的这个新人王的第二位 He is tremendously strong in his arms and hands And as people saw last night He hit two home runs in the home run hitting contest And also homered to right center field 我们昨天已经看过了 他非常非常的强壮 不但他的手背 他的手掌也是非常的强壮 昨天在这个全力打比赛里面 他打了两个全力打 而且在正式比赛里面 也打出了一个全力打 而且是右外野方向的 右手的打者打右外野方向的 全力打是非常不容易的 One of the big surprises about Mike Piazza He was drafted in the 62nd round In other words Yeah, a lot of people did not think much of him But he has great work habits 最让大家惊奇的是 当他被这个倒击队 来选出选进来的时候 是在第62个人才选进来的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对他都不太介意 认为他恐怕没有什么样 在这个大联盟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表现 Tommy Lasorda in talking about Piazza Says he has the best hitting technique of anyone in the Dodger organization 那个总教练Tommy Lasorda 认为这个Piazza 他这个打击的技巧 可以是所有到齐队组织 里面所有球员里面最好 这个球又打击出去了 This ball will be caught in right center field for the out And Butler will hold on at first base 这个球打出右边方向的高飞球 被右外野手曾贵章 在做一场再度的接杀 而在一类上的巴特伦仁人格然提留在一类上 现在造成了两个人出局 You can see that the right fielder had a good jump on the ball and made the catch easily Good play 刚刚曾贵章在这个球一打出来的时候 一开始起跑非常的好 因此可以能够把这个高飞球呢 能够接杀出局 他表现非常精彩 Daryl Strawberry was out all of last year with a bad back He actually hurt the back running the bases and had surgery And so after playing in spring training He couldn't play all summer 去年整个球季 Daryl Strawberry 因为贝尔受伤都没有来打 没有上出场打击 非常可惜 However as you can see He's getting healthy and has a base head 他今年现在已经越来越健康了 所以刚刚一棒打出去 是左边方向的一个标准的一类安打 是道琪队打出来的第二只安打了 So the Dodgers have runners at first and second with two out and the 1992 rookie of the year Eric Karos will be coming up 所以在两人出局以后 现在是一二类道琪队有跑者在雷上 现在上来打击的是一九九二年的 国家联盟的新人王 卡洛斯上来打击 Eric Karos was the 1992 rookie of the year 卡洛斯是一九九二年国家联盟的新人王 And he still goes to school in the offseason at UCLA 他在这个球季结束的时候 也就是说没有球季的时候 他是在UCLA 就是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 还在继续求学 He has a lot of power home run hitter not particularly fast 他虽然速度不是很快 但是他长打的能力也是非常的强 He does not have as much overall ability as Mike Piazza 但是在这个全能的这个球员的比较上面呢 他是比这个Piazza稍微差了一点点 Foul ball down the line The Dodgers finished their year October 3rd And they haven't really played much in almost a month So some of them I think are a little rusty Although I'm not making excuses The Dodgers' team The Dodgers team 因为在球季10月3号就已经结束了 So一直到现在已经几乎快一个月 他们都没有打球 So these球员都有一点点生锈了 但是他说 他也不愿意用这个当作是借口 来表示说这个 Dodgers team 如果表现不好的话 用这个来做借口 Good pitch Strike at the knees 非常好的一个投球 正好在这个膝盖的地方进垒 是一个好球 两个好球两个坏球 两个人出局 现在一二雷还上还有跑者 So Butler at second Strawberry at first 2 out first inning No score Butler在二雷上 一雷上Strawberry 现在两个人出局 还是0比0平手 Oh bad ball Druck him out 虽然是一个坏球 但它还是挥棒 被三阵出局 造成了三人出局 所以第一局到局内的进攻 并没有得分 双方的比数是0比0 Do they throw knuckle balls here? No You'll see plenty of them now Yeah 我们会看下面一局比赛 All right thank you All right go Don't you out right Don't you out right Don't you out right 价格不变 天大平的统一奥雷特 嗯 妞妞雪花野果 中间手宋荣泰 第七棒是捕手的曾志争 第八棒一类手楚智远 第九棒二类手的谷国谦 看完了诗音的打击顺序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倒击队所排出来的防守阵容 先发的投手是投蝴蝶球的名投手 Candyati 另外在捕手的方面 我们看到是Piazza 一类手卡罗斯 二类手伯尼格 三类手汉森 游击手是欧佛曼 左外手Strawberry 中间手Bartler 跟右外手的Henry Rodriguez OK 关于Candyati 我想Scarly 给我一些信用Candyati Tom Candiati 其实是纪念以1993年的球迹 整个大约队里面可以说是最佳的投手 虽然他说他投的是这个 knuckleball 也就是所謂的蝴蝶球或紫彈球 但是他覺得這個knuckleball這個名字其實用的並不是太好 因為knuckle的意思本來是指關節 但是其實這個Candyatti在這個後這個ball的時候 並不是用指關節而是用這個指甲的尖端 所以他投球的時候其實用指甲彈出去的並不是用他的指關節 所以他認為knuckle這個名字其實並不是太貼切 他的太太特別特別照顧這個Candyatti的指甲 因為對他的投球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他的指甲破的話他就沒有辦法投球了 所以他的指甲非常非常重要 隨著第一棒江泰拳上來打擊打擊了一個投手前的一個滾地球 被刺殺在一壘之前造成一個人出局 如果平常人家看這個Candyatti投蝴蝶球還以為他只是在跟捕手 互相再做練投因為這個球好像看起來並不是很快 其實呢這是很厲害他會做一些不規則的這個飄浮的動作 就像蝴蝶的飄動一樣 所以這個蝴蝶球的投球就是要讓這個球沒有辦法能夠旋轉這樣子的話這個球才會有這種不規則的移動 對於這種室外的球場 對於這種室外的球場 因為場內沒有什麼風 這種球特別特別有威力 這個球打到郵寄區 歐福曼接到以後 船一壘造成兩個人出局 所以他也是一種悲情投手 因為他每次投得不錯 每次投得不錯 但是呢他的球員並沒有替他得分 所以剛剛那個鏡頭就是我們在賽前啊 所特別拍的 就是Candyatti來告訴大家怎麼樣來握這個球 他是用指尖來扣住那個球 然後把這個球給推出去 整個他的手綁啊 他的這個關節的地方並沒有動 所以是沒有動動動 所以他的手綁的地方是直直地出去 並不旋轉並不動 這樣子可以讓球出去的時候不會旋轉 這樣的話才會有動作 看來好像一個架頭上的地條 所以全球大了 跟他們兩三個打成待的 了四個投手 他們有了二個、兩人 你知道這次阿 他是這個被打的這季度 Oh, wonderful. No wonder he got the first hit. No wonder is right. Good hitters hit anything. Candiati's knuckleball would be effective especially against homerun hitters, big swingers. You have to have great patience to hit a knuckleball. You have to have great patience to hit a knuckleball. You wait until the last second, whether you're going to hit it or catch it. So, you know, 不管是打擊者也好,或者捕手去捕這個球也好, 都必須要等到最後一秒鐘再做決定. 這個球打出了一壘旁邊的高飛球, 造成了三人出局, 所以這一局雖然曾貴章集出了第一支安打, 但是也沒有辦法能夠得分, 雙方經過了第一局的比賽, 還是0比0. 小朋友, 誰幫你們洗澡? 魯拉拉! 魯拉拉是溫和的沐浴乳, 適合孩子細嫩的皮膚。 哇, 泡泡的衣服變好多喔! 洗得好乾淨,好舒服喔! 幫媽媽的忙喔! 我們要自己洗澡! 魯拉拉讓孩子從洗澡中學獨立。 第一棒球場現場立即為你實況轉播, 美國洛杉磯道琦隊到臺北進行友誼賽的第二場比賽, 是由詩音的聯軍來進行比賽, 而且在轉播台我們現在非常榮幸, 請到的是道琦之音, 也就是專門轉播道琦隊, 也是在全美可以說是最有名的轉播員, Vance Scully。 現在輪到道琦隊在做進攻, 首先上場打擊的, 我讓這個Mr. Scully introduce who is the next better. Well, Dave Hanson is the designated hitter now. Last night, He and Tim Wallach will alternate. Hanson is playing third base tonight. Left hand hitter, A rare young pinch hitter who is very successful. Hanson呢是這個, 有的時候做投手指定打擊, 是昨天,像昨天他做投手指定打擊, 但有的時候他也做三壘手, 上今天他就是先發了三壘手, 他跟華麗克兩個人會常常做互相交換, 他是一個非常年輕, 左手打擊者, 但是也是非常成功的這個代打的選手。 He had a couple of pinch hit home runs, including a grand slam home run in the bottom of the ninth inning, to beat the giants, the arch rivals. 他有過兩支這個代打上來打擊, 打出全壘打的這個紀錄, 而且有一支是在九局的下半, 打出了一個滿壘的全壘打, 打敗了舊金山的巨人隊。 這個球打了一個內野的滾地球。 Nice play by the second baseman, to take a base hit away from Hanson, one away. 這個球二壘手手得非常的漂亮, 二壘手是古國籤, 因此使得這個原本看起來像是一個安打的球呢, 結果造成了一個人出局。 Tim Wallach spent a great career in Montreal, and came to the Dodgers last year. he is an older player, slowly coming to the end of his career, but still very dangerous. 華麗克他的一生都是在這個蒙特羅博覽會隊打球的, 是在今年的球季, 也是1993年才到了道奇隊。 他這是一個比較老的球員, 他的這個棒球生涯也是漸漸的接近了尾聲。 In his years in Montreal, he set most of the Montreal hitting records. 他在蒙特羅打球的時候, 蒙特羅那個球隊, 大部分的打擊的記錄都是由他來保持的, 所以他仍然是一個蠻危險的一個打擊者。 Wallach struggled with the Dodgers last year, did hit 12 home runs. 雖然這個華麗克在這個今年的球季裡面跟道奇隊打的並不是十分出色, 但是他還是打出了12隻全力打, 所以這些記錄在他的腦筋裡面好像都是用背出來的, 根本不用看這個記錄表。 雙方還是沒有比數, 在二局上半的進攻, 現在球數是一個好球,兩壞球,一個人出局。 它說是非常困難, 在我們這個設備的地方, 這個位置來轉播球賽。 因為在美國轉播球賽, 都是在三層樓, 而且在本壘後方非常好, 非常好的一個角度。 但是在我們這裡, 是因為在一壘壘包非常遠的一個距離, 所以他認為是蠻困難在這邊轉播球賽。 通常他們的轉播的這個, 都是在本壘的正後方正上方, 所以他不但可以看到這個投手, 而且可以看到整個球場的一個狀態。 這個球好像看起來應該太低了。 但是呢,揮棒落空。 不過這是謝長惠恩所投出來的第二個三陣。 並不阻礙我, 這個中華隊的聯軍, 對這裡的聯軍參加了旅行球賽, 他們也起碼了不是非常好。 我相信今天上去他們會覺得非常的驚異。 Henry Rodriguez is from the Dominican Republic and he is a rookie who came up and stayed with the team most of last year and is trying to stay with them again this year Henry Rodriguez,他是一个多名一家的选手 他是从去年开始才进到大联盟的 而且今年大分时间也是跟着道齐队都在大联盟比赛 He plays outfield and first base 他可以打两个位置 外野手或者是一类手 他都可以打 但是他的速度并不是很好 所以跑壘方面还需要加强 所以现在是两个人出局 一个好球两个坏球 在二局上半到齐队的进攻 双方比出还是0比0 一个插棒球 仍然是两好球两个坏球 两个人出局 The fans are greatly interested aren't they 现场的观众啊 球迷啊对这场比赛都非常非常的有兴趣 所以都带着望远进来 Even for a small field the people still bring the Oh sure Good pitch in on the hands I'm really happy to see the enthusiasm for baseball by the Taiwanese people 他非常的这个觉得非常的 认为我们国内的球迷啊 对于这个棒球的热情啊 让他觉得非常惊喜 一个插棒球 两好球三坏球 满球数 两个人出局 Now that's amazing 所以现场还有人拿着这个盗棋队的 恐怕是从 Maybe they come from L.A. Maybe so 从这个洛杉矶来的 所以带着这个替多少盗棋队加油的旗子 所以现场有很多外国籍的朋友 There you go Nice bit of pitching Great pitching 第三个三阵 这一局现场还有三阵的两名打者 所以使得盗棋队三上三下 二局上半结束 双方的比数还是0比0 谢谢 你看他们都是我的骄傲 为了给他们一个完美的成长空间 下半我们看到Mr.Vance Garley刚刚离开了我们的转播台 但是他离开了以后 我旁边又来了一位非常有名的 也就是兄弟向队的教练江仲豪先生 所以在下面的比赛里面 我们是要一起来跟江仲豪来欣赏这场比赛 大家好 好久不见了 明天兄弟向队将要跟这个三上虎队来一起迎战这个盗棋队 到现在为止你的感觉对盗棋队的表现 你是觉得这个兄弟向队明天的比赛有什么样特别的计划没有 明天当然我们明天是对外 外国球队所以明天先透露我们的投手也没什么关系 不像说自己在本国的例行赛一样 所以明天我们是用下勾球陈宣章先出场 然后应该会陆陆续续 投手都会下场 所以先陈宣章这种阴柔的球路以柔克刚来对付盗棋队 所以陈宣章将会排出来做先发投手 所以先让各位这个球迷观众先知道这个这个消息 好场内进行到齐队的防守以及这个施英联队的进攻 施英联队现在轮罩上面打击的第一棒 这一棒上来打击的是罗敏青 在场上投球的仍然是 盗棋队的先发投手 也就是蝴蝶球的投手 在一局下半 施英联军的第三棒 曾贵璋 曾经打出过一支安打 但是并没有得分 双方的比数到现在为止还是0比0 现在的球数是一个好球 三个坏球 在场边上他们来搜打 好像蛮悠哉的 最好让这个施英联军得个几分了 让他紧张一下 这个球打击出去 非常可惜 平飞球差一点点 如果是界内的话 保证至少是一个二雷安打 但是差了一点点 在挥棒的时候稍微快了一点点 所以打成了右边方上的一个界外球 不会足以让坎迪亚迪 我看吓一跳 想像这位投手蝴蝶球比较多 想左打者应该是比较有利 对 对左手的打击者来打蝴蝶球 会比较方便一点 比右手的打者 因为他看得清楚 不像右打者可能会这样飘啊飘啊 会从你身上这边过来 那统一次队 左打者比较多 那在这方面恐怕就要占一点 占一点便宜了 对 这个球是个坏球 像曾贵章刚刚那种打法应该是比较好 这是坎迪亚迪所投出来的第一个四坏球 大概刚刚那个球被罗敏青差点打出了安打 所以下面一个球投的比较小心 结果投出了一个坏球 造成了今天坎迪亚迪所投出来的第一个四坏球 坎迪亚迪今年的成绩是八胜失败 一共投了213又三分之二局 他在213又三分之二局里面 一共只保送了71名打者 三振了155名打者 他的三振跟保送的比率超过了2比1 所以虽然呢 这个蝴蝶球的投手控球不易 但是呢 坎迪亚迪啊 以他这个多年控球的这个经验 所以他的三振还是比保送来的超过很多 所以他的控球算是不错的 不过刚刚第一次投出了四坏球 把罗敏云保送上到了一垒 没有人出局 罗敏云现在占一垒 第一球对打者宋荣泰是一个坏球 又是一个左打者 相信江仲豪对宋荣泰啊 最近的表现非常清楚 在冠军总决赛里面 统一世界打者里面 打击表现最佳的就是宋荣泰了 对 超过四成的打击率 所以让兄弟相对非常头痛的就是宋荣泰 还好他们不是每个左手都有这种水准 要是九名打者上来都像宋荣泰的话 恐怕今年的冠军就不是兄弟相对 是 一个好球两个坏球 打击的是宋荣泰 是今天的先发中间手 排在第六棒 在一垒上是被保送的罗敏青 打击出去 中间方向一个滚地球 offerman接了以后踩二垒再传一垒 造成了一个双杀 double play 这是这两场比赛到现在为止 所演出的第一个double play 我们记得昨天offerman在游击区的防守呢 非常的差劲 有三个球都没有接到 判定了两次失误 这个球呢 对他来说非常轻松 接了以后正好顺势踩二垒的垒包 然后传一垒造成双杀 昨天那场球我也看了 那个游击手露的好像失误三次吧 但是记录台只给了他两次 认为中间有一次呢 给他的打击者安打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记他三次失误 对但是我想跟场地不太适应也有关系 因为他们在那边的球场都是内野有草地的 这个球右边方向的一个高飞球 右外手henry Rodriguez把轻松接杀出局 造成了三人出局 这一局虽然第一个罗米欽上来被保送 但是宋仁泰的double play 一个双杀打没有死的 这个失音的联军能够下分数 经过了两局的比赛 双方的比数是0比0 骆驼上表萨龙巴斯 硝烟有震痛 骆驼上表萨龙巴斯 尽量有舒适 踏指你天大伤痛 踏指你风石头 萨龙巴斯 歌龄酬兵特卖会 10月3031 彰化中山堂 凤山大同百货 中立盐平路 伏计证券隔壁 请快把握 怎么决定 一份您看得懂的工商专业报纸 掌握先机的工商时报 给掌握先机的您 给您信心 提供保证 值得信用 ACDioco 原厂汽车零件 网收全球轿车 及商用车费欢迎 ACDioco 原厂汽车零件 让你的爱车跑得更久 请指明 请指明ACDioco 原厂汽车零件 各位观众 盗棋队访华比赛的第二战 进行到了三局的上半 在前面两局的进攻 双方都在对方的投手压制之下 分别打出两支安打 这是盗棋队 一支安打 这是失音的联军 但是都没有办法能够得分 所以到现在为止 比数仍然是呈焦灼的状态 在场上投球的是谢长亨 统一失队的投手 这是他第三局的投球 在前面两局的投球 谢长亨投得不错 虽然让盗棋队集出了两支安打 但是并没有失分 而且在第二局的投球里面 还三振了两名盗棋队的打者 让盗棋队是三上三下 现在上来打击的是盗棋队 排在第九棒的伯尼格 伯尼格在昨天的比赛里面 四个打数集出了一支安打 一开始先守二垒 接着又守游击手 在防守方面表现也不差 第一个球是好球 第一个好球没有坏球 在昨天的比赛里面 卫拳队跟俊国队所排出来先发投手呢 黄平阳在投了四局 投得不错 多半都是用变化球来对付 对方的打者 所以感觉上好像国内的教练都一致认为 要对付这个盗棋队这些强达者 需要多用变化球 对最主要美国他们 150公里的球数实在是太多了 对他见的也太多了 不怕球数快 对啊不怕球数快 所以球数快应该对他们比较没什么压力 而且更何况国内的投手 也投不出什么150公里以上的快速球 对 所以干脆不要投快速球 扫投也不能说不投了 对就是扫投快速球多投变化球 而且控球非常的重要 对像黄平阳昨天也是很多都是不是好球 结果还是对方还是会棒 那就是好像 就是要打击以前好像是好球 结果他掉就是变化了很大 结果到如果是不打的话都是应该是坏球 所以昨天三振好几个都是 两好球以后都是打到坏球 刚刚谢长恒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好球带 下策进垒的一个球 让这个伯尼格洞在那里没有办法能够挥棒 结果造成三振出局 这是谢长恒今天所投出来的第四个三振 而且如果加上前面那一局呢 最后两名打者的三振的话 他已经连续三振了三名盗取队的打者 也就是七八九棒 所以谢长恒好像有表现有越来越好的这个局向 对 谢长恒他主要的球路就是直球跟直插球 直插球 这个球好像就是直插球 让这个现在在场上打击的巴特勒的挥棒落空 巴特勒在前一次上来打击的时候 是一上来就急出安打 所以连续两场比赛 巴特勒这个第一棒的打者上来 在第一局都是一上来就急出安打 站上一壘 但是可惜是他都没有办法能够回来得分 不过他都完成了他的任务就是上壘 第一棒打者就叫上壘 而且昨天跟今天第一次打击都是两好球 以后急出安打 所以他当第一棒有他的条件 对 我在赛前曾经访问过他 我说你是到底打第一棒打得这么好 有什么样的一个秘诀没有 他说条件是什么 他说打第一棒的条件就叫有耐心 绝对不打第一球 这是他的原则 他说你可以告诉对方的投手 我上来的第一局面对的这个亲投手 短打这是他的绝招 这是他的绝招 安全上来 棒 这就是他的绝招 左手打击的巴特勒 我在赛前就跟他讲 我说你一定要表演两下 你这个内野短打的这个功力 他说好 没有问题 我说不论是打三类 垒线的沿边线也好 或者是用这种越过投手 然后掉在一类手跟二类手 这个三不管的地带 造成这个安打以后 他每一年这一类的安打 至少20到25个 而且所以内野手明明知道 他会打这种球 都缩小来防守也没有办法 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 对 但是缩小也是在 没办法缩得很小 你说二类手 左打者的话 二类手也不应该守前面 对 要是被他打一个很强劲的内野滚地球 容易穿出去了 对啊 所以对付他这种长打 都会 就是长短打都能兼尸的球员 是最头痛的 对 所以这是最好的 真的是很好的第一棒 所以巴特勒到现在为止 还是国家联盟里面 少数几位被大家认为公认的 最佳的第一棒 他今年有39次倒垒成功的记录 所以大家都想见识一下 明天当巴特勒碰到林一针的时候 到底谁厉害 现在这个谢长亨恐怕要头痛了 没有人出局 一个人出局的情况下 巴特勒 这个倒垒最厉害的巴特勒 已经上到了一垒 现在在场上打击的是 第二棒的欧凤尔曼 欧凤尔曼在前一次上来打击的时候 是高飞球被揭杀出局的 在昨天的比赛里面 他三个打数 集出了一只安打 所以在打击上 欧凤尔曼昨天表现的还不差 但是在手背上 昨天发生了两次的失误 倒是蛮令大家失望 二局上半 盗齐队的进攻 在一垒上的是 盗齐队的盗帅 巴特勒 传一垒 差一点点 曾智珍非常 非常在行这种球 就是投手球投过来以后 他趁着这个垒上的跑者 不注意的时候 快传到一垒或者是三垒 刚刚这个球差一点抓到巴特勒 今天在一垒上 阵守一垒的是时报应队的楚智远 补手是统一失队的曾智珍 所以虽然是不同的两个队友 但是双方之间的默契要好好建立起来 你楚智远要特别注意 曾智珍会常常一个不留意 就传到一垒的 在头 偏高 一个好球两个坏球 如果要打跑战术的话 现在是正式时候 对 这个球数字正好 一个好球两个坏球 一个人出局 双方还没有得分 对 而且第一棒他也会看好坏球数来偷雷 对 昨天巴特勒有一次到雷 但是到雷失败 其实是一个打跑战术 这边挥棒落空 那边结果是到雷失败 这个球滚地球 谷国千传球以后传二垒 补位的游击手王光熙 封杀了巴特勒在二垒之前 但是打击的offerman上到了一垒 这个球并没有用打跑战术 所以让这个谷国千接到球以后有机会 有时间传不位的游击手 王光熙而把这个巴特勒在二垒之前给封杀出局 现在轮到了offerman在那一垒了 所以感觉上到其队到台湾来比赛到现在为止 在战术的运用上好像还蛮保守的 就是打跑战术啦 倒垒啊都还没有说好像完全施展出来 但是我昨天看了那一场球 就是他们定进 好像就是打一垒有人 然后打一支中外野跟左外野的球 结果他们三垒跑了也还是 那个球我在想说 不应该冲回本来 但是那他们三垒的那个指导员就是他们总教练 但是我想他的观念是应该蛮正确的 因为两人出局的话 你要在一支安打的机会不是很多 对 情愿冒险冲冲看 冲本来看看是不是能够 结果成功了 对 我记得那个时候跑壘的也不是速度很快的选手 对 就是速度慢 是Wallick 是三垒手Wallick 体重一百多公斤的Wallick 他非常辛苦的跑回本壘 结果还是比这个球传回来快了一步 跑回来得分 我也记得非常清楚 那个球也是传歪的 如果传证的话应该是 有可能可以杀得到 不过要吕明翅挡在本壘前来阻挡Wallick的冲垒 恐怕是蛮可怕的 这个球三垒边线的一个界外球 所以我在想 因为我记得这个在冠军总决赛的时候 不管曾智争也好 洪一中也好 都非常勇敢地站在本壘板前面 阻挡从这个三垒奔回来的这个袍子 但是现在碰到道琪队 这各个选手都是身材魁梧 不像我们的这个选手 大概都70公斤 80公斤 他们都是100公斤的 你还敢不敢站在本壘板来挡他们 这是个问题 对 昨天那个球是有一点歪掉 所以他就是退后比较好接球 因为他如果前面 这个球投得非常漂亮 三阵的Piazza造成了三人出局 所以谢长恩在这一局的投球 仍然投得非常精彩 虽然被巴特勒打出了一支安打 但是还是没有让道琪队得分 双方的比数仍然是0比0 各位观众欢迎再度回到台北势力棒球场 进行的是洛杉矶的道琪队 访华的第二仗的比赛 这场比赛是由时报英队以及统一师队的联军 来共同对抗道琪队 现在比赛进行到了三局的下半 由师英的联军来展开反攻 双方经过了前面两局半的比赛 都还没有得分 道琪队是集出了三支安打 而时英的联军集出了一支安打 那唯一的一支安打是在一局 一局的下半由曾贵章 也是今年这个职棒四年的打击 打击王 所以由他集出安打 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合理 打出了蝴蝶及欧投手的一个安打 所以双方现在还没有开张 在这局 首先率先要上来打击的是第八棒的楚之远 是今天的一类手 又是一个左手的打者 所以今天呢 师英的联军派出了许多的左手的打者 这中间包括了现在打击的楚之远 以及宋荣泰 罗敏青 还有这个曾贵章 都是左手的打者 所以九名打者里面有四名都是左手的打者 第一球投出来是一个坏球 楚之远很年轻 很有潜力 但是我在想说他如果把那个 看起来就好像 有一点懒散那种感觉 有的时候打球 我是觉得他在球场上好像不够专心 对 好像不晓得有的时候 忽然好像他脑筋 你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 不然他应该是 条件也非常好 从他的体型啊 都很好 条件真的在台湾要找 应该很难找吧 很难找啊 身材高大又是左手的打击子 所以将来前途无量 年纪也不大 对 但是就是要把他的注意力要稍微多集中一点 对 然后在这个平常练习的时候恐怕要多多辛苦一点的话 将来的这个发展恐怕也是非常的好 打击出去内野的一个滚地球 一类手卡洛斯接到以后 传补位的 凯迪阿提造成一个人出局 所以刚刚这个内野的滚地球 让道齐队表演了一下内野的防守 一类手接球以后 这个投手马上下投手区 补位的一个镜头 所以他们的身材虽然都还蛮高大 但是动作也并不是说很迟缓 还是蛮灵活的 对 我想他们大概是都是吃汉堡 牛奶长大了吧 他们条件都跟我们东方人有差别 我们如果像他们的身材的话 看起来就好像有点不大 就会比较迟钝 对 就觉得好像比较迟钝 对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同样的身高 东方人跟西方人 如果说是同样的身高的话 都是1900或都是200公分 但是西方人好像看起来就比较灵活一点 对 像今天的投手 凯迪阿提 他是190公分 93公斤 但是我们刚刚看他下投手球 补位一壘 还是非常的灵活 做得非常的顺畅 这跟吃东西有关系吗 两好球没有坏球 一个人出局 垒上没有跑着 凯迪阿提今年的战绩虽然只有八胜十败 但是他的自责分率3.12非常的好 而且他这个3.12自责分率 挥棒落空造成了一个三阵出局 这是凯迪阿提所投出来的第一个三阵到现在为止 谷国签是第一个被凯迪阿提所三阵的 这个球高高的过来 然后突然掉了下去造成了谷国签挥棒落空 我们再来看这个蝴蝶球 真的是速度不快 但是让打者非常的头痛 有一阵子 凯迪阿提他的自责分率是排名在国家联盟里面的第一名 那个时候是在9月的6号 2.55的自责分率 他在6月的时候 他的全月的自责分率是1.8 然后到了7月的时候 他的战绩是三胜零败 自责分率1.49 这个球强劲的内野滚地球 弹到三队手的手套 结果被游戏手接到以后 传一蕾还是造成了主局 刚刚那个球实在太精彩了 欧芬满今天好像表现正常了 这个球三队手汉森并没有接到 但球弹了起来以后 欧芬满接到以后 第一时间赶快传一蕾 结果还是有时间 把打击者姜泰拳给刺杀在一蕾前 造成了三人出局 这一局十英联军仍然没有得分 双方仍然是0比0 你别去的 你别把我动 我一定没去 班冠林 哇 7-11随意餐点 到底是去我下面别别去 点心 小吃快餐通通有 冰糖比赛自己来 来这最自由了 嗯 要吃什么 自己卸 现吃外带都随意 你去这两个 我得来看看 有这个地方 真好 7-11随意餐点 随时新鲜等你来 做餐现在基本上没做 我还没做 你听到吗 就就 刚才你送水几分队一家就好吗 你别人来做就不吊死了 声音让大家都看到联合豹 来 来 有够PRO 保健批新运动饮料 再来 各位观众 道琪队访华的第二战 正在台北势力棒球场热烈的进行当中 这场比赛是由今年职棒第二名统一师队 跟第五名时报应队的联军来应战 经过了前面三局的比赛 双方的比数还是0比0 谢长亨在前面三局投得非常的精彩 一共三阵了五名道琪队的打者 现在是他第四局的投球 而现在要上来打击的是道琪队的第四棒 Strawberry Strawberry在前一次上来打击的时候 是集出了一支安打 而在昨天的比赛里面 三个打数中间也集出了一支安打 而且有一分的打点 是一个非常可怕 具有长打能力的打击者 对 他外脚球 他有办法把他推到 左外野 这是非常可怕的 对 昨天跟今天两支安打 但是像他这种条件的 我想投手 又是这么出名的打击者 也许有些人不是很熟悉 但是投手的话 我想也不敢投 冒险去投内脚的球 对 你投内脚的话 被他打到的是拳里打 对啊 你投外脚的球 被他打到的是左外野的安打 对 所以你到底怎么办呢 这个球很漂亮 变化球进雷 手长脚长 真的实在是 但是好像没什么地方可以投进去 对 没有弱点 对 好球带全部被他给cover住了 对 198公分 在投 这个球没有捞到 两好球一个坏球 他在打击的时候 右脚会轻轻地抬起 这个球近了一点实在太好了 稍微外侧了一点 所以是 手长脚长的 Strawberry也没有办法能够捞到 在头偏低 两好球两坏球 四局上半 倒棋队的进攻 Strawberry是第一个上来打击的 我们看他站在打击位置 打击取角都非常后面 这都是一般的外籍的打击者 对 习惯他都喜欢站到后面 等待这个球最后一刻的变化 打击出去 又是左边方向的一个滚地球 林克接到以后传一类 来得及 一个人出局 Strawberry刚刚提到 刚刚Van Scully也告诉我们 他受伤是在跑壘的时候受伤的 伤到了他的背 所以他现在跑壘 就没有以前的速度那么快了 他在去年整个球季都是因为背伤动了手术 所以没有出场来做这个比赛 那今年的春季集训的时候 他的整个背伤都还没有复原 所以今年的成绩非常不理想 只有1成4的打击率 一共也打出了5支拳雷打 这是他历年来 11年的大联盟的这个生涯里面 打拳雷打打击率最低的一次 他一共11年的大联盟生涯 打出了290支拳雷打 他是1983年进到美国职棒大联盟的 那一年他也是那一年的新人王 那一年他也是得到了新人王 非常厉害的一名选手 第一年进大联盟就打了26支拳雷打 两成武器的打击率 我最近因为受伤 所以战机 他的成绩就没有以前那么理想了 现在上来打击的是卡洛斯 去年的新人王 内野的滚地球 王光熙今天守游击手传一垒 两个人出局 连续两个内野的滚地球 Sharbury打的是由三垒手林克接到 这个球是由游击手王光熙接到传一垒 所以王光熙真的是一个全能的球员了 不但是守一垒 守二垒 现在守游击 王光熙高中时代是非常好的游击手 他跟王中一配 就是一个二垒手一个游击手 搭配得非常好 搭配得在龙宫时代 非常好的游击手 而且我还看他守过三垒 好像没有什么位置他不能守的 这对教练来说 我觉得是非常理想的这个球员 随便哪里都可以摆 现在上场打击的是汉森 汉森前次上来打击的时候 是内野的滚地球 被刺杀在一垒之前的 两个人出局 双方仍然都还没有得分 我们看到现场有许多外国籍的朋友 都到现场来看球 因为倒棋队真的是大联盟的球队 第一次到台湾来 千里迢迢他们这些外侨 没有办法回国去看他们大联盟的球队的比赛 只好在台北 看他们大联盟的球队来了 那当然都通通来了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外国朋友 大概多半都是美国人 来捧这个倒棋队的场 对 但是他们在美国已经有这个习惯了 棒球好像就是他们的国球 对 是生活里面的一部分 那没有看到难得有自己国家的球队来 不来看实在是太可惜了 对 而且其实这些外国朋友 也就是这些美侨 在台湾的这些美侨 我觉得他们现在也慢慢慢慢都喜欢看台湾的棒球了 因为每次我们中华职棒比赛的时候 我也可以看到在这个观众席上 有很多外国的朋友都在那里看球 所以看棒球对他们来说是不分地区的 对 在美国他们认为这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一定要带着小孩去看棒球 到了台湾来他觉得我也应该要去看棒球 虽然不是大联盟的球队 但是我们中华职棒在台湾也算是大联盟 对 我们没有小联盟 都是大联盟 一个好球三个坏球两个人出局 四局上半到齐队的进攻 双方的比数仍然是0比0 谢长亨的投球 汉森的打击 回棒出去插棒借外球 两好球三个坏球 球速已满 到现在为止 谢长亨投出了五四三振 但是还没有投出任何一个保送 所以谢长亨的控球 到现在为止是非常理想的 我现在到了考验他这个控球能力的时候了 满球速 今天他直球的速度很好 今天直球的速度不错 对 在投 又是个插棒球 汉森在昨天的打击三个打数中间 集出了一只安打 哇 观众席啊 捡到了这个球 而且又是由到齐队的球员 今天所打出来的乐得不得了 尤其是穿着到齐队的制服 在给到齐队加油 又接到由到齐队的球员给打到的球 哇塞 他这一辈子难忘了 而且球衣上穿着跟打击者的这个汉森的球一号码一模一样 事实上没有比这个更巧的 结果这一棒三阵出局 这是谢长恩今天所投出来的第六次三阵了 造成到齐队在这一局三上三下 没有办法能够得到分数 双方仍然是零比零平手 双方仍然是零比零平手 他指你天大伤痛 他指你缝石头 撒龙巴斯 请你一位 五个飘片 五个贼款 最甜蜜的小情情 华国观众 Josef Weir 扎波朗的世纵 热米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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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局下半 一副七比七 引爆七七队的大强棒热米熊打击 看热米熊握棒的姿势啊 肯定要来这红布呢 华国观众 Josef Weir 扎波朗的世纵 各位观众 盗器队访华比赛的第二仗 在台北势力棒球场继续进行 现在进行到了四局的下半 双方的比数还是0比0 在场上投球的仍然是盗器队的先发 蝴蝶球的投手 Tom Candiati 跟他搭配的仍然是今年的新人王 Mike Piazza 我们看到Mike Piazza 今天所拿的手套都不一样 因为要接蝴蝶球 所以拿了一个特大号的手套 平常补手接球 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手套 因为那个蝴蝶球 虽然球速不快 但是他就是说 变化多端 对 他的球就是不会动 然后就是随着空气稍微有风 他就会乱跑 就是这样子 有阻力的话 他就会这样子左右晃动 对 就是他的好处的地方 蝴蝶球最重要的就是这样子 我想我们的球员要打这种球 我说 两好球以前嘛 最好是 就是等他的蝴蝶球 因为蝴蝶球要投快 应该不会很快 所以两好球就是准备打他的蝴蝶球 对 蝴蝶球的速度 通常都在100公里 这个时速左右 所以说速度不是很快 所以你必须要有耐心 对 所以在没有到达两好球之前 你都在那边等着打蝴蝶球就好了 不要想到其他球 虽然汤姆凯迪阿迪也会投直球 也会投其他的球 但是两好球之前呢 你都准备在那边打蝴蝶球就好了 但是两好球之后 汤姆凯迪阿迪为了怕保送 或者说为了想要三阵打者的话 可能会投一些其他的球路 现在是两好球没有坏球 现在王光熙就不能够只专心等待蝴蝶球了 但是这个球好像还是 对 所以对蝴蝶球的投手来说 控球是他的一大这个课题 就是说控球控得好的话 那真是天下无敌 但是投蝴蝶球的投手 没有办法控制他的球路 有的时候只是向好球 带着中间那个方向投过去 那他到了本雷板 到底怎么变化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要看到时候的空气的阻力飘浮的这个情况 所以捕手 既然投手投球都不知道 那捕手当然更不知道 所以捕手还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投蝴蝶球的投手 捕手有跑者的时候更为重要 因为那个球不好接 所以我们看到捕手在接蝴蝶球的时候 并没有把这个手套先摆在一个固定的位置 通常普通的投手投球的时候 都是捕手先把手套摆在那里 叫投手把球投到他的手套里面去 但是捕手接蝴蝶球的时候 他的手套是放在旁边的 对 你看他是盖起来的 然后等到球过来的时候 再张开去接 再去接那个球 所以非常的奇怪 所以今天对这个Mike Piazza来说 虽然他是个非常好的捕手 但今天压力也非常的大 因为蝴蝶球的这个投手 捕手常常会造成漏接 但是没有跑者的话应该 比较没有关系 没什么护担 所以要想打败蝴蝶球 我觉得 一定要多制造垒上有人 对 因为这对投手 捕手都是一个压力 对 也许他常常为了怕投球造成这个 爆头或者造成这个补义 垒上有人的时候 他就不太敢投这种蝴蝶球 也有可能 王光熙在四局下半 第一个上来打击 现在球数是两好球 三坏球造成了满球数 Tom Candiati到现在为止 投出了一个保送 那是在第二局保送的罗敏青 再投打击出去 中间方向滚地球 安打 突破了Overman的手臂 造成了今天 施英联队的第二支安打 而且这两支安打 都是时报应对的选手所打出来的 前面一个安打是由曾贵章 集出三垒边线的滚地球 是个安打 这个球是中间方向的强劲滚地球 Overman去弯腰减也减不到 没有人出局的情况下 站上一垒 非常好的一个进攻的开始 这一局是非常好的机会 又轮到是就是强棒的开始 不但是王光熙上到垒包 没有人出局 而且现在轮上来的是三四五棒 曾贵章 林克以及罗敏青 尤其是曾贵章 刚刚前面一次已经打过了 堪迪亚迪的安打 所以第二次上来打的 一定信心十足 而且这个时候 蕾上有人 我想投蝴蝶球 他也不敢投太低 怕造成暴投或者是不义 对 这是非常好的机会 而且王光熙的脚程也不慢 对 所以他在一垒上 也是有一个倒垒的这种威胁 嗯 刚刚的第一个球是一个好球 一个好球没有坏球 没有人出局 一垒上的跑者是刚刚急出安打的王光熙 转身做了个牵制 我记得最有意思的一场球就是 那个时候还是在尤其兵队的查理哈 也就是美国职棒三个投蝴蝶球的 另外一名投手 现年已经是45岁的老投手的查理哈 他投了一个无安打的比赛 短打那也短打 牺牲打 看看能不能够把一垒上的跑者送到二垒 没错 把一垒上的王光熙送到了二垒 一个成功的牺牲短打 所以虽然郑贵章在前面一次上来急出过安打 但是今天的教练团 诗音的教练团 仍然决定让郑贵章呢 用一个牺牲短打 对 把一垒上的跑者送到二垒 因为这个球都是往下掉 第一的球 内野滚地球的机会比较大 就会造成双杀 怕被双杀 所以先把这个王光熙送离开一垒再说 现在站上了二垒 不但没有双杀的危机 而且他现在有得分的可能 而且对方也不是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对手 对 先取得领先的话 对 是不错 是一个安定军心的一个作用 现在上来打击的是第四棒的林克 挥了一个大棒 挥棒落空 林克前一次上来打击是高飞球被揭杀的 这个球我们来看 到了本类板突然掉了下来 水游廷克没有办法能够打到 我来继续结束刚刚那个故事 查理哈有一场球投无安打比赛投到第九局 两个人出局只剩下最后一名打者 结果他一个拿口波蝴蝶球投过去 把那个打者给三阵出局了 应该是造成三人出局 他应该是无安打比赛结束 那个时候他的领先一比零 但没想到最后那个三阵的球呢 补手没接到 因为蝴蝶球太厉害了 结果补手漏接造成了不死的三阵 结果打者不但没有被三阵出局 他反而上了一垒 下面一个打击者上来 一棒打出了一个二队安打 一垒的跑者回来得分 造成一比一平手 接着下来那个打击者又上来 又一棒打出再见安打 把二队上刚刚打出二队安打的打回来 结果变成一比二他倒输了球 所以他真是一辈子难忘 原来应该是三阵出局 九局无安打的比赛 结果没想到因为他的拿口波太厉害 补手没接到 反而造成不但没赢到球 没有无安打比赛 还一比二输掉那个球 这个球打击出局 中间方向的高飞球偏右 右外手等到那里接 接杀出局 这个时候二队上的跑者 快速到达了三垒 因为这个球实在是够深眼 所以即使是Henry Raurega 接到这个球 造成了两人出局 但是二队上的王光熙 趁着这个机会 跑上了三垒 所以像这种观念也是蛮正确的 打这么深眼的球 你要把他在三垒前把他 就是死在三垒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就快点传给内野 万一又来个抱头 也许他就会跑到本雷 当然如果说 一人出局 只有三垒有跑者 打这种球 就是你大力头也没关系 抱头也没关系 这已经回本雷了 但是现在是二垒有人 不是三垒有人 所以情形不一样 所以他们的观念 还是非常的好 对 他们每个球员 对他自己的能力很清楚 他知道这根本不可能杀得到 所以干脆不要强迫自己 做出那个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万一又抱头的话 那也许王光熙又三垒又 就跑回来得分了 对 不过王光熙现在到达三垒 我觉得对投手也是一个一大威胁 因为他是投蝴蝶球的 这个时候如果来个抱头 或者是补义的话 三垒的跑者就回来得分了 所以你看这前面两个球都是坏球 两个坏球没有好球 两个人出局 还是个坏球 还是偏高 三个坏球了 现在打击的是罗敏青 罗敏青在前面一次也是被保送出 保送上到一垒的 所以汤姆卡迪亚提 每一次碰到罗敏青上来 好像对他都特别礼遇 三个坏球没有好球 三垒上的是王光熙 两个人出局 在投 好球 对今天的主审 李伯和先生也是一大考验 从来没见过蝴蝶球 结果今天还要来当主审 而且李伯和先生非常有意思 在赛前特别要拿了个球给我 要我说找这个汤姆卡迪亚提来签名 结果我就把他找到了卡迪亚提 我说这个是今天的主审 他说他哦 主审我一定要签名 这不签名 他今天我的球全部判坏球 结果赶快签名 而且还签两个 我这只是玩笑话 不过李伯和说主审归主审 在没有比赛开始之前 我也是球迷 所以我也要求这个蝴蝶球的 这个投手的签名 天智两好球三坏球 满球数 保送 四个坏球 所以今天肯定阿提所投出来的两个四坏球呢 都是投给了罗米欣 现在造成了一三类有跑者 三类上的时候王光熙 但是是两个人出局 现在轮上来打击的是 左手打击的宋荣泰 宋荣泰在前四上来打击的时候 是内野的滚地球 结果造成了双杀 那这次不会有双杀的 因为是两人出局 所以他不用紧张 对 但是至少现在他单杀都不要 对 因为两人出局 现在就算单 如果出现单杀的话 那这一局就结束了 打击出去高飞球 左边方向 游击手 Overman向后退 接杀了这个球 造成三人出局 非常可惜 这一局 失音的联军攻占了一三类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能够得分 经过了四局的比赛 双方仍然是0比0平手 你看 洛杉矶到齐队第一次到台湾的访问 进行的第二场比赛 现在进行到了五局的上半 这个时候 诗音的联军在投手方面做了一番调换 谢长亨已经下场休息 投完了四局 换上的是第二任的投手 阿Q 谢长亨在前面四局可以说投的非常的精彩 四局的投球 只让道齐队集出了三支安打 没有失掉任何一分 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保送 而且产生了六次的三阵 这跟昨天先发投手 黄平也是投四局 被打出三支安打 而且是中间有一支安打 是一个拳雷打 丢掉一分 也投出六次的三阵 可以说两场比赛的先发投手 都投得非常非常的精彩 而现在上场的阿Q 他曾经有过大联盟的经验 那是在1989年 那个时候他是 休斯顿太空人队的球员 他曾经上到大联盟 有一胜一败的记录 一共投了二十三局 出赛了六场 六场中间有三场是做先发投手的 他的自责分率是5.09 所以阿Q也曾经有过大联盟的经验 而且休斯顿太空人队 就是跟道琪队同样都是在国家联盟的唏嘘 所以他跟道琪队也许有过接触的这个经验 球演那么多我想应该没有什么记忆吧 对 道琪队也许对阿Q没有什么记忆 但是阿Q如果碰过道琪队的话 他绝对是有记忆的 对 现在上场打击的是第七棒的华立克 今天的投手指定打击 昨天是担任三类手 今天没有在守备的阵容当中 而是担任投手指定打击 前一次上来打击的时候是被三阵出局的 这一棒又挥棒落空 一个好球一个坏球 华立克在昨天的打击里面三个打数 集出了一支安打 而且在满里的情况下被保送上来 挤回了一分 所以他昨天的比赛里面有一分的打点 今年才到道琪队的 打出了12支全力打今年 但是与他以往的表现呢 今年可以说表现的并不理想 因为他过去十几年都是在蒙特罗的博览会队 是一个明星的三类手 不但守备好 得到过好几次金手套奖 而且打击也非常出色 年年几乎都是20支全力打以上 不过现在年纪比较老大了 已经三十六七六七岁了 内野的一个高飞球 非常的高 但是并不远 二雷手谷国签过来接杀出局 造成一个人出局 看起来我们国内的场面上 道琪队的这个球员还在做做秀 帽子上顶了个茶杯回去 我们国内的投手还是非常的好 像昨天黄平洋跟今天的谢长安都投得很好 所以我想这跟外籍球员 我们职棒打四年 跟外籍球员有来我们 就是有加入我们中华职棒有很大的关系 至少我们不会怕说这是洋人 对已经习惯了外籍球员 而且也提升了国内棒球的水准 对 所以外籍球员在国内的职棒界仍然是还有他存在的一个必要 对 阿Q这个投出来 变成一个好球一个坏球 一个人出局 雷上没有跑者 现在在场上打击的是又外一手 Rarigas Rarigas在昨天也出场代打过一次 但是并没有集出安打 而且在昨天的全力打比赛里面 他也是三个到齐队的代表之一 但是也没有打出全力打 是唯一没有打出全力打的三名到齐队的选手之一 左手打击 今年有八支全力打的记录 有两年大联盟的经验 这个球是好球 两好球两坏球一个人出局 双方的比数仍然是0比0 五局上半到齐队的进攻 谢长亨在前面四局可以说投的是可圈可点 对 三振了六名到齐队的打者 没有失掉任何一分 只被对方打出了三支零星的一垒安打 下场休息 这个强劲的滚地球 穿过了内野变成了一个安打 是到齐队的第四支安打 这个球二类手骨骼圈真的没有机会 从他的旁边迅速的通过 我们看到到齐队的这个bad boy 非常的有意思 头顶上一直顶着一个茶杯 所以美国的球队有的时候就有这种幽默感 虽然是一个紧张的比赛 但是他还是不防 不时的想制造一点幽默的气氛 尤其是从洛杉矶来的球队 因为大家知道世界的演艺中心 好莱坞就在洛杉矶 所以他们的球队不时要做一些好莱坞的动作 来让全场的观众来愉快一下 一个人出局以后 一人再来 现在打击了第九棒的伯尼格 伯尼格 伯尼格今天先发的二类手 上次上来打击的时候是被三阵出局的 昨天四个打数中间集出过一支安打 在场上投球的是第二人的投手 统一试队的阿Q 不知道刚刚那个盗齐队的BAD BOY 那个头上的那个 还有这个球一类手楚智远接得漂亮 然后再轻松的踩一垒造成了一个双杀 因为刚刚这个打跑的战术 对 所以一垒上的跑者已经离开了一垒了 但没想到五巧不巧打击者集出来 这个平飞球被一垒手楚智远接到手套里面去 我们再来看这个慢动作 楚智远接到这个球以后 一垒上的跑者已经到达二垒回不来了 所以楚智远轻松的踩一垒垒包造成双杀三人出局 双方还是零比零平手 不同的声音都有说话的权利 民意论坛 声音让大家都看到联合报 认为百 kald 村药 王森 全合 respect 山谷 连 Drago 崇亡 门以车赢羊 互遇到chu 玫瑰 好 所有的玫瑰花 全部呀 你干嘛 女人因疼惜而美丽 五六六疼惜女人的秀法 各位观众 再度回到比赛的现场 倒计队访华的第二仗 在台北势力棒球场热烈的举行 比赛进行到了五局下半 倒计队的先发投手 蝴蝶球的投手 Kandiyati仍然在场上投球 所以他已经投了第五局了 前面四局投得不错 只让诗英的联军打出了两支安打 而且两支安打都是一类安打 第一支安打是在第一局 曾贵璋集出来的 第二支安打是在第四局 由王光熙集出来的 还没有失分 现在轮上来打击的是 第七棒的曾志真 在赛前我也曾经问到 Kandiyati说 他今天准备投几局 他说大概至少五局吧 那现在是他的第五局了 点了一个球 点得非常的漂亮 应该是一个安打 汉森让他滚 但是滚不出去了 所以曾志真也精彩地表演了一个内野的短打球 而且变成了一个安打 这是诗英联队说 集出的第三支安打 我们再来看点的这个球 这个球相信连巴特勒看出来 也会非常的激赏 因为巴特勒今天也点出了一个内野的安打 现在曾志真如法炮制 不过巴特勒点的是一二垒的方向 而曾志真点的这个三垒的滚的方向 让三垒手汉森知道他捡起来也来不及 只想试试看 看会不会滚出场外 但是没有机会造成了安打 所以没有人出局的情况下 曾志真靠了内野的安打上到了一垒 转身做了一个牵制 在第四局的时候 王光熙也曾经在没有人出局的时候 率先安打上到垒包 可惜那局的比赛里面 王光熙最后是残垒在三垒 并没有得分 这一局又是没有人出局 率先上到一垒 都是蛮好的机会 而且曾志真你不要看他是补手 还蛮有速度的 对他速度蛮快 而且也蛮用头脑的 对 好像有差一点点 不过我记得曾志真曾经在垒包上 被牵制出局好几次 所以他在垒上 也就是因为由于他速度快 所以他大胆 意高人胆大 常常离垒包离得蛮远的 所以我曾经看到 在一垒上被牵制出局 在二垒上也被牵制出局 所以他在一垒上 虽然要稍微小心一些 虽然速度蛮快的 但是还是要稍微稳健一点 对 储之远的打击 前一次储之远急速的内野滚地球 被刺杀在一垒之前 再转身牵制 连续两次曾志真 都是扑回一垒 对 人家说在一垒上的袍子 如果说是 做牵制的时候 是站着回到一垒的话 那就表示说 你离一垒的距离还不够远 对 对不对 你还可以再远一点 对 你必须要扑着回去的话 才表示说 你离一垒的垒包 距离要够远了 对 再牵制 哎呦 还是safe 我想离一垒 大一点对投手是一种压力 对 所以 用扑的回去的距离 一定是比较远的 因为他 就是你躺下来的 你只要有一点 那个 就是反应 然后回来的话 至少有 两个人 一个半的身体吧 再来一次 你已经第四次牵制了 你已经第四次牵制了 加起来一共是五次的牵制 我想他会一直牵制他 就是因为他刚刚 离一垒包蛮远的 不是 最主要刚刚的那个触击短打 他觉得说他有速度 他有速度 他不能让他再进一垒 刚刚那个是就是偷点 对没错 对 他就表示说他有速度 他才有那个实力偷点 对 因为一般没有速度的打者 不太敢做这种内野的滚地球 对 又来一个三垒类包边的边线 传一垒 out 一个人出局 不过是一个成功的牺牲打 楚之远一个成功的牺牲打 把一垒上的曾志真 成功送上了二垒 所以不计打数 计牺牲打一次 这是今天 诗英联队第二次成功的牺牲打 前一次 王光熙安打上来以后 曾贵章也曾经成功的牺牲打 把王光熙送上二垒 那这一局如法炮制 楚之远的牺牲短打 把曾志真送上了二垒 也解除了双杀的危机 对 而且也站上了得分圈 而且以曾志真的速度 一个安打如果打到外野的话 他有可能跑回来得分 对 现在上来打击的是古国谦 古国谦前一次上来打击 就是被三阵的 也是 Kandiyati今天所投出来 唯一的一个三阵 但是像这种 像现在一人出局 二队有人 如果说外野的正面的安打 我想是不应该跟他们拼 因为才一个人出局 对 一个人出局 一三阵有人 情况更好 而且对方的外野 又不是 大家背力都蛮强的 对 道琪队的外野手 背力都比较强 对 所以如果是外野正面的安打的话 对 如果外野手很快地接到那个球 三队上 在二队上的曾志真 也许应该考虑停留在三队上 对 不要冒险冲回本壘 因为才一个人出局 速度快是快 但是没有必要牺牲 对 因为现在一人出局 最主要是 在投 好球 两好球之后 两坏球之后 出现了第一个好球 现在一个好球 两坏球 一个人出局 在二队上是 集出非常漂亮 内野安打的曾志真 在经过 楚志远的 成功的牺牲短打 现在站上二队 一个人出局 打击的是谷国千 球速是 一个好球 两个坏球 打击出局 内野的一个弹跳球 速度很缓慢 汉森接了以后 传一垒 两个人出局 但是在二垒上的曾志真 靠了一个内野的 这个缓慢的弹跳球 冒险地到达了三垒 通常这种 三游之间的 这种滚地球 照理说 二垒上的跑者 不应该跑的 但因为这个内野 弹跳非常缓慢 非常险 而且三垒已经 三垒都跑出来 前面了 对 已经离开他们 二垒跟三垒 那个垒包 那个就是中间线的前面 他就有机会 因为三垒 那时候就没有人了 对 是空的 所以曾志真 跑上三垒是正确的 成功的到达三垒 两个人出局以后 曾志真站上三垒 现在上来打击的是 又轮回 这第三轮 第一个上来打击的江泰拳 江泰拳前面两次打击 都还没有打出内野 都是内野的滚地球 被刺杀在一垒之前 挥棒落空 这个球非常明显 到了本来板 突然像 没有力气一样的 突然掉下去 一个好球 掉它都是从里边 往外掉的话 就是有一种 有那个想法说 要往右边这样子打 如果说刚好是里边来的球 也许有机会打成 左外野那边的安打 但是打这边 我想机会会比较大 一般变化球多的 投手应该是往这边打 但是我们的出力的 就是左打就是打右外野 右打打左外野 就是已经从小就 就养成这种习惯了 所以要改变也不容易 但是其实这种练习 应该是蛮 应该要加强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对 真正好的打击者 是要用全个球场 不能光打某一个部位 不管是右外也好 左外也好 中外也好 要每一个地区都能够打得到 对 两好球之后 连续投了两个坏球 造成现在两好两坏球 两个人出局 在三垒上是苦苦等待 想要回来得分的 曾志真 打击出去内野的滚地球 二垒手 伯尼克接到以后传一垒 非常可惜 又是三垒上的惨垒 这一局虽然非常漂亮的 曾志真 集出内野的安打 而且甚至战上了三垒 但是可惜 失音的联军 仍然没有办法能够得分 经过了五局的比赛 双方仍然是0比0平手 给你信心 提供保证 值得信赖 ACDioco 原厂汽车零件 广收全球轿车 及商用车费欢迎 ACDioco 原厂汽车零件 让你的爱车跑得更久 请指明 ACDioco 原厂汽车零件 优格甜心 很东方的优格 自然的果香 含有鲜果粒的甜蜜优格 好吃的无法拒绝 打破你对西方优格的认知 味全优格甜心 这个餐饲的基本很美味 声音让大家都看到联合爆 各位观众 道琪队来华比赛的第二战 经过了五局的比赛 双方仍然是0比0平手 现在场内正在进行五局中间的整理 在前面五局的进攻里面 双方都没有办法能够得分 道琪队集出了四只安打 而石英的联军集出了三只安打 好像变成了一个投手战样的 双方的投手都表现得非常精彩 道琪队的先发投手 蝴蝶球的投手 Candy Arty投完了五局 只让石英的联军集出三只安打 而这个石英的联军的先发投手 谢长亨也是不甘失诱 投了四局六个三阵 只让对方打出三只安打 但是已经下场休息了 现在换上来是阿Q 两次有两次机会都是没有人出局 然后一个短打送上二 但是后继还是没办法 就是有效的支援 要有关键的安打出现才行 所以即使两次都是一人出局以后 站上得分位置 但是后面没有关键的安打出现 还是没有办法得分的 所以现在到现在为止 变成了一个投手战 相信这个道琪队的老教头 他们的Soda 现在在三连累包旁边 恐怕已经开始有点点 有点点担心了 因为怎么打了五局 还没有办法打破这个鸭蛋呢 昨天已经赢了一场球 我想他应该不会 比较不会像昨天这样子 我今天看了报纸说 他昨天先被得分 被得分他就有点忧虑 对 他已经赢了一场的话 我想他应该比较不会那么担心 不过他打的算盘 因为他是抱着大联盟的优越感来到台湾 对 所以他说他一定要三战全胜 对 随便哪一场比赛 如果输掉了 不要说输掉了 即使打平 因为这是友谊比赛 所以打完九局 如果是平手的话 我们是不延长的 对 所以即使是打平 他都觉得说 好像没有达到目的 我想教练有这种斗志 那是非常好 我想每一个教练都是一样 我们这边 虽然实力应该是不比他们好 但是我们这边的教练 也想说我们一定要赢他们 对 都是一样的 尤其是兄弟像要跟明天的三双虎队联军 来做把关这最后一天 对 所以我想压力恐怕是最大的 尤其是他们坐飞机刚来 打头阵的 也许会比较站到边 因为他们恐怕还在晕居 对 那经过昨天今天的比赛 到明天恐怕他们的这个 对 都起来 都已经醒来了 所以明天这个陈奕希 已经不愿意出来做先发投手 派出了陈献章 没有 也不是说他不愿意 这是我们教练团的安排 对 不过明天还是应该可以看得到陈奕希 可以看得到 可以看得到 现在上场打击的是第三次 有第三轮的第一棒巴特勒 巴特勒在前面两次上来打击 长短打尖师 一个外野的安打 一个内野的安打 两次都上到垒包 所以可以说是最厉害的一个打击者 现在是第三次上来打击 一个好球没有坏球 这一集应该是非常好的机会 哎呦这个球漂亮 两次都是没有人出击就上垒了吧 对 两好球没有坏球 刚刚那个球啊 贴着这个好球带的内侧进来 让这个巴特勒完全没有办法能够挥棒 对 因为这个球非常接近身体 我们看巴特勒在那里 本类板也是蛮接近的 所以他这种战法 对打这个内脚球 也就是离好球带进来的 近身的球 他就不太容易打 对 忽然间往身上来的球 我想都会 刚刚开始的反应一定会吓得一跳 然后就想说啊 这个是好球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你不能用想的 有时候打击要你必须要用反应的 你等到想到说要出棒还是不要出棒 已经来不及了 两好球一个坏球 左边方向的借外球 那两好球以后的打法 跟两好球以前的打法 就不一样 有点不一样 而且巴特勒经常集出两好球之后的安打 对 所以他并不在乎 这个球数是不是两好球了 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好的打击者的这个 打击的这个方式 对 他并不在乎球数已经两好球 他并不害怕 他仍然耐心的在那边打击 虽然他打击的策略稍微有点点改变 对 两好一坏 打击出去 右边方向的一个高飞球 应该可以接得到 右外野手 陈振贤 陈振贤 接杀出局 他已经换了陈振贤了 对 右外野手已经换了陈振贤了 好像曾贵章已经去守中间手了 对 然后宋龙泰 宋龙泰已经退场 对 所以这个球右外野手陈振贤快步上前 把巴特勒接杀出局造成一人出局 而且发现 右外野手已经换了陈振贤 而原来的右外野手 曾贵章 现在在守中间手 刚刚在后面做补位的 是原来的右外野手曾贵章 因为是友谊的比赛 所以比赛到了六局开始 双方都平平换将 现在上来打击的是 左手打击的offerman 其实他是switch hitter 也就是左右开弓的选手 但是因为他所碰到的头手 到现在为止都是右手的头手 所以我们还没有看到他做右手打击 都是用左手打击 今天前面两次上来打击 还没有急出过安打 一般左右开弓的打者 都是本来先会右手 然后再练左手 对 如果刚开始是左手 练右手的人应该很少 比较少 因为右手的头手很多 然后他就是右手打右 右头的话好像就觉得不大适应 所以就练左手 去练左手 不过offerman 现在左右开弓 两边的打击率都非常平均 有些打击者是怎么样 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的 右手他是天生的右手打击者 然后去练左手 他的左手打击率就会比右手来打低 因为他是练出来的 当然比较差一点 但是offerman 今年左手打击率跟右手打击率一样 都是两成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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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是左右手都差不多好 刚刚这个球裁判判定好像是个好球 没错 所以变成两好球两坏球 一个人出局 雷上没有跑者 这个球好像判定他挥棒了 已经判定他挥棒了 所以球虽然是高了一点 但是因为挥棒 所以判定是好球 这球打到地上是个坏球 两好三坏满球速 昨天offerman 在这个手背方面的演出 让大家非常失望 有两次失误的记录 而且到了第七局以后 就被教练给换下去了 他在打击方面 头两次上来打击 也表现不好 都被三振 但是第三次上来 就急出安打了 现在他在上面打击 也是他今天这场比赛的第三次上来打击 两好三坏满球速 一个人出局 场上投球的是阿Q 第二任投手 好球 主审裁判李伯和先生说 这个球销到了好球带的外侧 造成了一个三振 所以即使是他们的收到给了李伯和一个卫生眼 还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 这是阿Q上来所投出来的第一个三振 也是整个统一统一师队以及时报应队联军所投出来的第七个三振 谢长亨投了六个三振 阿Q现在投出了他第一个三振 现在上来打击的是昨天表现最佳的最有价值球员 Mike Piazza今天的捕手 前面两次打击还没有急出过安打 还被三振过一次 昨天他有两支安打的演出 中间还有一支是杨春的全力打 场边有许多观众都自己戴了手套 准备接球 因为今天接到接外球的话特别具有价值 对不对 因为这种比赛 对 这个道齐队是第一次来划访问 所以这种比赛是不常见的 如果能够接到球的话 当然是特别具有意义 但是内野的话我想一垒这边比较有机会吧 右打者比较多 对 一块球没有好球 两个人出局 右边方向那个界外球 一好一坏 昨天 麦克皮亚扎的这么精彩的演出 赛后 记者问这个 汤姆雷 Soda 你对他的表现有没有感到很惊异 他说完全没有 因为他全年表现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觉得是很平常的事情 然后我又问他说 那明后两天第二场跟第三场的比赛 他是不是都会出场做捕手 他说是的他都会出场做捕手 但是会不会补完全场 不一定 要看情况而定 不过像今天这场比赛0比0的这种比数的话 我相信这个 汤姆雷 Soda 总教练是不太敢轻易的把他这个明星选手给换下去 看他打击的姿势跟动作是蛮稳定的 真的是非常好 对 总教练认为他的打击技巧 是到齐队里面最好的 这对一个只有两年大联盟经验的选手来说 是很高很高的一个鼓励 对 因为这才是他第二年大联盟 打击出去是一个外野的高飞球 中间方向 中间手曾贵章过来接杀出局 造成了三人出局 这一局 到齐队的进攻由一二三棒上来进攻 但是一二三棒上来 一二三棒下去 三上三下 造成的比数仍然是0比0 你真的应该相信 你真的应该相信 发掘美乐生啤酒 一定都会有法 发现清凉新世界 好热美人 就是我们每一球 别打扰我们 不同的声音都有说话的权 否认得 involve 39 直播 必须主打十分 这场压境势必精彩 现场还有机会赢得光阳机车 及莱斯康电脑字典 各位观众 盗棋队访华的第二战 现在进行到了六局下半 场边有非常多的观众到现场来看球 也有许多外国的朋友 而在场中 现在盗棋队换了新的投手 坎迪亚提在投完了五局之后 让大家都见识过了蝴蝶球之后 下场休息了 在那五局的投球里面 只被失音的联军 打出了三支安打 并没有失分 下场休息 现在换上的是Roger McDowell Roger McDowell也是一位老经验的选手了 他在大联盟已经 这已经是他的第九年了 第九年 他今年的成绩 他是一个专门的救援投手 今年成绩是五胜三败 2.25的自责分率 他今年出赛了54场 这54场都是做救援投手的 一共投了68局 68局里面被集出了76支安打 所以投的局数 好像被打的安打打了非常多 但他都能够让人家不得分 所以真是惊艳老道 他一共有救援成功两次 所以他并不是 通常不是最后出来救援的 他是通常在第六第七局中间救援的 所以救援的次数 成功的次数并不是很多 而且我记得Roger McDonnell 最辉煌的时候 也不是在道齐队 他最辉煌的时候是在 纽约的大都会队 他那个时候曾经当过 大都会队的王牌救援投手 这个球打击出去是一个内野的一个小飞球 被二雷手 二雷手现在也换上了新的 是Eddie Pie Eddie Pie昨天也曾经出场 在二雷的防守非常的出色 虽然是今年到齐队来啊 少数几个小联盟的选手 他并没有打过大联盟 但是他在二雷的守备啊 昨天就让大家非常的这个激赏 这个球接的也是非常漂亮 王光熙打出去 距离并不是很远 Eddie Pie轻松地把它接杀出局 造成一个人出局 所以二雷手换上了Eddie Pie之后 原来的二雷手 现在又到了游击手的区域了 所以Overman又下场休息 这跟昨天的调换呢 是非常类似的 现在场上打击的是 左手打击的曾贵张 内野的一个滚地球 看看投手下了投手球 自踩磊包 Roger McDeal下了投手球 下了非常的迅速 接了这个内野的高弹跳球 自踩磊包造成了两个人出局 Roger McDeal也是个身材高大的投手 有186公分 80公斤的体重 33岁 他最辉煌的时期 刚刚曾经提到 是在这个纽约的大都会队 是从1985年到1988年 这中间他每一年 几乎都救援成功20次以上 85年是17次 86年是22次 87年25次 88年有16次 然后到了89年球季当中的时候 就被交易到了费城的费城人队 然后到了这个91年 又被交易到了洛杉矶的盗集队 所以他一共打了三个球队 不过这三个球队都是在国家联盟 我记得他最有名的就是他的直插球 直插球 对 他的球到了本里板会突然掉下去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球员 怎么讲他有意思呢 他非常喜欢开玩笑 所以记者也非常喜欢去访问他 而且在休息区里面 一些镜头也常常喜欢找到他 因为他喜欢开队友的玩笑 常常在队友的这个帽子顶上摆个哗啦 让人家不知道 所以我刚刚怀疑 那个bad boy 那个顶上顶了一个 这个茶杯 也可能就是Roger McDeal 故意摆上去的 因为他时常喜欢开这种玩笑 是在这个大联盟的选手里面有名的 这个球打击出去 可能是安打 落地是安打 对 右外野边线的一个安打 虽然右外野手Roger McDeal Henry Rarigas 快速跑上来接这个球 但是球在他的面前掉了下来 变成了今天诗音联军所集出来的第四支安打 是由林克所打出来的 现在安打数双方也扯平了 两个人出去之后 林克和安打上到了一垒 接着上来打击的 应该是投手指定打击的罗敏青 罗敏青在前面两次打击 都是被保送上垒包的 但是这一次投手换了人了 不再是这个蝴蝶球的Kandiyati 看看Roger McDeal 这次要怎么样来投他 在一垒上的林克 好像唯一的缺点我觉得就是他的速度 我很少看他倒垒 所以刚刚这个球 虽然这个捕手并没有接到手套里去 但是因为滚的并不是太远 所以林克并没有冒险的跑上二垒 这个时候捕手也换了人了 到齐队的捕手 我们看换了41号的Hernandez 这个球内野滚地球不妙 传一垒三人出局 造成了一垒上的一个传垒 所以这一局虽然林克在两人出局之后 急出了右边方向的一个一垒安打 但是还是残垒在一垒上 双方仍然是0比0 你看他们都是我的骄傲 为了给他们一个完美的成长空间 我选用白马瓷砖 大兴瓷砖 它质地细致 花色柔美 不仅美化了我们的家 更给了孩子多彩多姿的环境 为了他们 我永远给他们最好的 白马瓷砖 大兴瓷砖 优格甜心 很东方的优格 自然的果香 含有鲜果粒的甜蜜优格 好吃的无法拒绝 打破你对西方优格的认知 味全优格甜心 卡洛克公司继大核链 能获12位金养巨星 请力演出 卓别领取他的情人 10月30 全省隆重上映 各位观众 在台北势力棒球场 正在热闹进行的 到齐队莱华访问的第二战 是由诗音的联军来进行对抗 比赛经过了六局 但是双方仍然没有开张 甚至在这个安打数方面都是一样 各打出四支 而这个时候 诗音的联军又换了投手了 是第三任的投手郭剑成 时报应对的王牌投手郭剑成 现在上场 所以刚刚第二任的投手 阿Q在投完两局之后下场休息 阿Q也投得不错 两局的投球里面 只让对方集出了一支安打 有一次的三阵 没有保送 没有失分 所以前面两任的投手 都投得不错 现场亨投四局没有失分 阿Q投两局也没有失分 所以统一诗队的投手群 可以说是达成的任务 现在就把这个责任 交给了时报应对的投手群了 所以现在郭剑成上场 也换了 我们看到也换了补手 原来曾志真做先发补手的 现在因为换了时报应对的投手 所以补手也换成了陈志信 来跟郭剑成来搭档 另外在守备位置上面呢 在一类手也换成了正百胜 原本是处置远的下场休息换上了正百胜 现在上场打击的准备打击的是 稻齐队的第四棒 Strawberry 草莓先生 草莓先生第三次上来打击 前面两次打击 在第一次的时候 曾经急出过安打 这种0比0的比速 要特别注意这种有长大能力的选手 因为他可能挥一棒 就会把这个比速给改观 好球 偏打击内侧的一个球 销到了好球带的脚 非常漂亮一个球 一个好球没有坏球 我们看Strawberry 但站着离这个本里板也非常的接近 一个内侧球一个外侧球 一好一坏 七局上半到齐队的进攻 双方比速仍然是0比0 打击出局内野的滚地球 一垒方向界内球 正百胜接了以后 传补位的郭剑成 out 一个人出局 Strawberry在跟一垒神 苏剑文先生在讨论说 刚刚那个球好像是界外球 希望能够得到一个重新打击的机会 但是一垒手苏剑文说 不对不对 这是个界内球 你已经被自杀出局了 这个球正百胜接得不错 而且郭剑成补位也补得好 所以投手一定要有这种反应 反射动作 凡是一垒二垒之间的滚地球 一定要下投手球去补位 这个球正是一垒垒包上面过去 没错是个界内球 今天的一垒审是苏剑文 主审李伯和 二垒审是李普希 李普希是昨天的主审 也是我们的外籍 美籍的这个客座裁判 他每一场比赛都会出来担任这个蕾审 这是美国要求的 因为他们想看看他的表现 对啊 他在美国好像没有大联盟 对他是3A的明星裁判 曾经当过3A明星赛的这个裁判 所以来到台湾一年 这个美国大联盟的国际部 就要回来看看 他在这一年有没有什么进步 所以说这三场比赛都要派他出来做裁判 他昨天是主审 今天是二垒审 听说明天是一垒审 内野的滚地球 游击手王光熙接了以后 传一垒 两个人出局 出局的是卡洛斯 连续两个滚地球 Strawberry是在一垒方向 卡洛斯是在游击方向 今天游击手王光熙到现在为止 防守的可以说是可圈可点 对 没有发生过任何一个失误 今天双方的守备到现在为止都演出水准 都没有失误的演出 两个人出局以后 轮子上来打击的是三垒手汉生 汉生今天两次打击 三阵一次还没有急速过安导 郭建成滑球是他的武器 对 然后只插球 快速球也不错 对快速球 其实郭建成投球的实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对 虽然他的战绩 今年第一年在职棒的战绩好像不怎么样 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他的队友对他的帮助不大 对 每次他出来投球队友就得不到什么分数 对 这就跟今天这个倒击队排出来的先发投手坎迪亚提是一样的 坎迪亚提今年也只有八胜 但是他的自责分率有一度我曾经提到还领先所有国家联盟的所有的投手 那个时候他是2.55 但是在最后一个月也是9月下旬的比赛呢 投得比较不好 所以才使他的自责分率升到了3.12 不过他也是有实力的投手 不过再有实力的投手 你让对方不得分 但你自己队友也一分不得的话 对 那就是没有办法 球数是一个好球三个坏球 两个人出局 攻击方面如果不帮助的话最多只是平手而已 对 二类滚地球 古国千传一类三个人出局 汉森内野的滚地球也遭到了刺杀 这一局连续三个滚地球造成了道琪队进攻的三上三下 经过七局上半的进攻 双方仍然是0比0平手 神奇的气泡能带着污垢往上飘 大雨气泡式洗衣机 有四百万个神奇气泡 形成强力气泡水流 让衣服洗个干净的泡泡浴 大雨气泡式洗衣机 对嘛 是州就得像州 道地的好州 别人没得比 老王州 你得试试 卡洛克公司继大核链 难过十二位经养之星 请力也出 卓别领取他的情人 十月三十 全省隆重上映 快挞来 挞的帽子 绕着帅哥 往过来 我等你 向我身边挖来 黄金小子 你让我换换转 请你所有的美丽 滑过来 一路滑过来 就把请给我一瓶美乐啤酒 来一瓶美乐啤酒 各位观众 这场精彩的投手大战 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七局下半 讲投手大战 真的是投手大战 双方一共只集出了四支 一共是八支安打 各集出四支安打 但是在分数这一项里面 双方都还是挂零 所以真的是一场精彩的投手战 到了七局下半 还没有一个队能够开张 而且所打出来的八支安打 全部是一蕾安打 而且都是零星的安打 还没有任何一局 有任何一个球队 集出两支安打 所以这八支安打 分战在八个半局 所以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得分 现在在七局下半 轮上进攻的是 统一世队派出来的陈振贤 是他第一次上来打击 原本派出来的是宋荣泰 但是宋荣泰已经下场休息了 号称恐怖分子的陈振贤 不知道这个时候 是不是能够发挥一下 恐怖分子的作用 让大家恐怖一下 在场上投球的 仍然是Roger McDowell 是道琪队排出来的第二任的投手 JT先发投手 蝴蝶球的投手 Tom Candiati的投球 这是他第二局的投球 坏球 连三坏 坏坏坏坏 陈振贤的打击 好球 且慢 主导裁判李博先生做了个手势 请陈振贤再回来打击 一个好球 三坏球 又是一个好球 一个偏打着 内侧一个偏打着 外侧 但是都进了好球带 但是陈振贤都没有挥棒 想等保重 因为这个时候 如果没有人出去 能上壘的话 就算达到目的了 没错 不一定要硬着抢 要打全力打 这个球插棒球 仍然是两好三坏 满球数 刚刚一好球 三坏球 那个球是外角球 就是打到也 也不容易打出 好的这个安打 干脆就不要打 也许是坏球 对 这就是我曾经提到过 一个打击的原则 不要打那打不到的球 对 但是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对 打不好的球 打不好的球 也不要打 两好三坏 满球数 还是插棒球 满球数之后 陈振贤 已经连打了 两个界外球 所以Roger McDowell的 控球能力也是不错的 一开始坏坏坏 连三坏之后 现在已经连投了 四个好球 等于是 球数是两好三坏 第七局的进攻 陈振贤率先上来打击 双方比数0比0 再投 内野的滚地球 又是界外 又是界外 我们看Roger McDowell的球 到了本里板 真的是会晃下掉 对 所以让打着 往往都是打到了 球的上半步 都变成内野的滚地球 他那个直球的握法 也许就像我们在讲的 就是台湾话叫做 踢极楼 就是说踢极楼 直球就是 横的 横的线这样子 我们的手指 就是横的 那个线是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手 这样子 然后那个 等于是交错的这个握法 对交错 然后那个 这样这种球会 八字 八字的跑的话 应该就是 就是像我们讲的 漂亮的 好球 在好球带的外侧进来 而且这个变化球 把陈振贤给三振出局 对 刚刚那个球 老实讲真的是 投得不错 对不错 Roger McDeal投出来的第一个三振 这个球是紫插球 对 紫插球 紫插球 而且削到了好球 在外侧的一个角 随着陈振贤 陈振贤 我这个球打不到 所以我不挥棒 只希望它是坏球 但没想到裁判说 这是个好球 而且事实上也是个好球 对 造成了Roger McDeal投出来的 第一个三振 也是今天诗英联军 被三振的第二次 这个球中间方向打出去 不远 二垒手ND派轻松的接杀出局 两个人出局 陈振贤第一次上来打击 没有办法能够建功 二人出局之后 郑百胜上来打击 郑百胜已经接替 楚之远手一垒了 所以也接替楚之远的打击 所以这局的三个打击者上来 都是第一次上来打击 都是被换上来的 陈振贤 刚刚打击出局的陈振信 以及现在打击的正百胜 又是一个界外球 两好球没有坏球 两个人出局 在场边上 也有投手在练头了 是夺手的投手 Steve Wilson 又是一个界外球 要想打到Roger McDeal的球 好像还不太容易 对 只差球比较多吧 对 Roger McDeal上来之后 也只有林克 曾经在第六局 击出过一支安打 面对到现在为止是 第七名打者了 在头 边打者外侧 终于出现了一个坏球 两好敌坏 两个人出局 正百胜的打击 第一次上来打击 接替楚智远 正手一垒 内野的滚地球 游击区 看看伯尼格 能不能够传一垒 out 这个球手都漂亮 对 漂亮 伯尼格向他的左边 跑了好几步 仍然能够把这个球 给接到手套里面 而且可以准确地传到一垒 表现精彩 比先发的游击手 offerman看起来表现还好 造成三个人出局 所以这一局 十一联军三上三下 没有办法能够得分 各位观众 这场精彩的投手大战 已经进行到了八局的上半 在前面七局的比赛 真的两边的打击 都被双方的投手给压制住 所以都没有办法能够得分 现在各集出只有四只安打 现在上来打击的是 稻齐队的第七棒华立克 今天的投手指定打击 郭剑成第一个球是好球 华立克现在是第三次上来打击 前面两次被三振一次 还没有集出过安打 郭剑成的投球 是他个人的第二局的投球 他是在第七局的时候 是被派上场的 漂亮 漂亮的变化球了 华立克挥棒落空 两好球没有坏球 这个挥棒跟这个球好像差了还没一段距离 又挥棒落空 连续三球 请华立克下场休息 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 造成一个人出局 这个三振是郭剑成所投出来的第一个三振 也是诗英联军所投出来的第八次三振 两好球以后我想投手都应该有一个观念 就是不要投好球 也许会掉到打者 因为打者那时候已经很挤了 所以我说我看我们比赛 十场两个好球会不会打出去 实在不应该 对 那是投手 我想投手 他的错误 对 他的错误 而且他也许有一个想法 说我那么简单就能投两个好球 我想第一 现在是我最有利的时候 我第三个球 随随便永远也可以把你抓起来 结果没有想到对方两个好球以后 他就是特别注意 对不对 所以这还是投手 还是要用脑筋 对 两好之后呢 不要投太好的球 对 但是也不要投太坏的球 投一个球 好球带边缘的球 对 但太坏还没什么 太坏还没什么关系 就是不能投好球 对 一个人出局之后 现在轮到上来打击的是 Henry Rarigas 今天的右外野手 在前面两次的打击 曾经集出过一支安打 一个好球 两个坏球 打击出去 那也得滚地球 二类手谷锅签接到传一类 两个人出局 距离道齐队 上一次集出安打 那是在第五局 也是由Henry Rarigas所集出来的 所以到现在Henry Rarigas再度出来打击 所以已经整整经过了十名打子 还没有集出过安打了 所以可见斯英队的联军的投手 现在表现是越来越出色 对 今天古国圈正守二类 这个守备也是可圈可点 到现在没有发生过任何一次失误 两人出去以后轮到第三轮的最后一棒 伯尼格上来打击 伯尼格在前面半局一个非常精彩的守备 这个球是一个触身球 一球扎到了打击着伯尼格 但是伯尼格一点话也没讲就跑上了一类 当然他知道这个投手绝对不是故意投一个触身球的 这种友谊赛 没有必要双方投这种故意的触身球 如果故意的话 我想故意的话是 没有好球三坏球 也许投手会故意投坏球 这个还没有好球也没坏球的时候 还不知道情况 这个第一球 而且这个球我看起来像是个变化球 速度并不是很快 就是新加坡 就是往内里边的球 结果就是有一点控球 控球控的不准 对 所以这是两场比赛到现在为止出现的第一个触身球 打到了伯尼格 好像是左手的手臂上 对 他的训练员上伊磊看了一下他的伤势 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伊磊旁边的指导员也上去探寻他 伊磊旁边的指导员也是赫赫有名 Rejie Smith 有17年大联盟的经验 是道琪队的打击教练 现在在做伊磊的指导员 两人出局 经过一个触身球之后 现在上来打击的轮到的是 所以虽然双方的比速呈现一个胶着的状态 但是道琪队仍然把他的主力球员 好像现在慢慢换下去的味道 因为好球员不一定每一次都能有好的表现 对 这是如果说能保持好球员每一场都能表现得很好 那打击 所以很简单三层以上的 如果是好球员的话我想三四层都非常简单 但是要保持三层是不简单的 所以不是说每一天打击者 好的打击者或是投手都是每一天状况都是一样 所以你说所谓的好的打击者三层的打击率 那也表示说他十次上来打击 有七次是失败的 对 这三阵 一棒回空造成了一个三阵 也造成了道琪队在这局的进攻 三人出局 道琪队这局进攻仍然没有办法能够得分 双方的比数仍然是零比零 欢迎再度回到台北势力棒球场 这里是无线卫星台 我是远丁文 在我旁边一起跟大家欣赏这场比赛的是兄弟向队的教练江仲豪 现在在场上道琪队又换了投手了 是他们的第三任投手 先发的投手 坎迪亚提投了五军 没有十分 第二任的投手 Roger McDowell投了六局跟七局 也没有十分 只被集出了一支安打 还有一次三阵的记录 现在换上的是第三任的投手 是左手的投手 两场比赛以来 第一次出现左手的投手 是背号五少的Steve Wilson Wilson有六年大联盟的经验 他今年的成绩是一胜零败 一共出赛了25场 25场都是做救援投手的 有一次救援成功的记录 一共投了25又三分之二局 所以他平均等于是每一次出场的投一局 25场出场的投了25又三分之二局 他的自责分率并不是十分的理想 4.56 而失音的联军所派出来 在这局第一个上来打击的是 第三次上来打击的谷国谦 谷国谦在前面两次打击 被三阵过一次 还没有集出过安打 是今天的二雷手 这一棒是一个插棒界外球 一个好球没有坏球 他打击的谷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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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联盟的芝加哥小熊队 然后到了91年 就被交易到了洛杉矶的盗棋队 一直到今天 所以他前面五年的战绩是12胜18败 所以败的场次比他胜的场次还多6场 不过他基本上都是做救援投手的 整个一身的 投球的这个自责分率是4.39 所以只能算是一个普通 并不是十分出色的投手 不过在美国一样 左手的投手都特别珍贵 所以一般投手 如果你是右手的投手 你如果说超过4.5的自责分率 也许一般教练对你就不太喜欢了 你可能都没办法生存了 但是左手的投手 在美国虽然左手的比台湾的多 比东方多 但是还是比右手的少 所以左手的投手还是蛮珍贵的 所以即使他是4点多的自责分率 仍然是被教练所重用 这个球投的不错 好像是个坏球 对坏球 直球坏球 但是这种球呢 高高的过来 打着很难能够认得住 所以被三振出局 我想左手投手会那么珍贵 最主要他是针对是左打者 有他特出的效用 对 左打者要打左投手是 实在是比较不习惯的 从以前就是这样子 但是有教练说 那右手 右打者打右投手 那不是还不是一样 但是 好像这个不一样 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是右手的很多 对 对不对 那左打者打左手的机会 实在是太少了 如果说有很多的 跟打右打者 右投手的球 一样那么多的机会 我想就不会怕左打左投手 这个球又是好球 一个好球一个坏球 所以讲起左投手 江中豪是当然感触特别多 因为江中豪本身就是一个左投手 对 所以也是蛮珍贵的 应该有空没空的时候 还是要上场投投球才好 尤其是国内的左投手又特别的少 对 但是 兄弟对好 除了你没有别的第二个左投手 也有点有一个牛护心 但是现在已经不见了 对 这个球又是挥棒落空造成了两好球一个坏球 一个人出局 打击的是江泰拳 前面三次打击都是内野滚地球 看看这次能不能够把球打出内野 打出内野了 右边方向的一个高飞球 但能不能成为安打呢 没办法 右外野 右外野手给揭杀出局了 Henry Rodriguez 右外野手把江泰拳这个右外野的飞球 给揭杀出局造成了两个人出局 两人出局以后上来打击的是第二棒的王光熙 对左投手的速度还是不错 看起来蛮蛮快的 对球数不错之外 我觉得我对他的记忆最深刻 就是我在美国看他打球的时候 他最奇怪的就是他投球的姿势 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把整个手套蒙住自己的脸 然后球藏在里面 投手前的一个滚地球 这可能是第一个失误 失误没错 Steel Wilson 上来接这个球 没有办法接到手套里面去 造成了今天两队所发生的第一个失误 是由到齐队所产生的 而且是到齐队的投手 Steel Wilson 所发生的 这个球本来应该是很轻松的接到手套里面 传一垒的 但这个球好像打到他手套的炮圆上面 对对 所以掉了下来 造成打击者 王光熙非常幸运地上到了一垒 两人出局之后 到齐队产生了第一次失误 让王光熙上到一垒 没换带打 对 现在我们看到是王俊 黄俊杰上来带打 背后8号的黄俊杰 黄炯龙在昨天已经出赛过了 他的哥哥 今天看看弟弟能不能够有所发挥 是代替 原本这一棒是排的是珍贵张的 所以虽然今天珍贵张曾经打出过一只安打 而且还有一次成功的牺牲打 但是因为珍贵张是左打者 对 而威尔森是一名左投手 所以怕被以左自左 对 所以坏出右打者黄俊杰来代替左打的珍贵张 刚刚那个球差点把场 坐在场地旁边看球的工作人员给打到 八局下半 石英联军进攻 一垒上有 刚刚因为失误上垒的王光熙 现在打击的是代打的黄俊杰 一个插棒球 现在造成两好球一个坏球 两个人出局 比赛已经进行到了八局下半了 这场比赛是不会打延长赛的 对 所以双方应该已经在盘算 你还有多少次进攻的机会了 对 石英的联军除了这局之外 只有九局下半进攻的机会 又是投手前的一个反弹球 这一次 我要是没有失误了 稳稳接到手套里面去以后 慢慢地传到一垒 造成了一个残垒 一垒上的残垒 所以这一局 石英的联军仍然没有办法能够得分 双方的比速仍然是0比0 这冰箱好臭 真热 快投 快投 我们到大宇冰箱去 看一下看一下 好漂亮的冰箱 白金脱臭气 冰箱没臭味 大宇冰箱保鲜四肠 蔬菜水果活跳跳 好新鲜肉 大宇智慧保鲜冰箱 讚喔 生疼 生疼 国中生疼 参丹参丹按摩热 我黄桃叉燒热 按摩热 咱修好 日本境界 黄桃的按摩热 做餐现在基本上不做 好啦 你听到吗 像你上悬几分队一卡就好了 你别人来做就不料 声音让大家都看到 联合豹 卡洛克公司即大和链 能获十二位金党巨星 请力演出 卓别凌与他的情人 十月三十 全省隆重上映 各位观众 盗棋队反华的第二战 经过了八局的比赛 双方仍然没有打开僵局 仍然是0比0平手的状态 这场比赛只进行九局 不会有延长赛 所以这第九局比赛 变成双方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了 是由先攻的盗棋队 首先上来进攻 在场上投球的 仍然是十英联军的第三任的投手 郭剑成 今天双方的投手表现都非常的精彩 十英的联军 首先派出来了先发投手谢长亨 投得非常精彩 投完之后由阿Q接替投两局 郭剑成也上来投球 都没有失分 到现在为止 一共让盗棋队只打出了四支安打 而这局首先上场打击的是 代打的 艾迪派第一次上来打击 好球 消到了好球在外侧 造成一个好球没有坏球 艾迪派在昨天的比赛也曾经上来打击 但是并没有急出安打 再投 又是好球 两好球没有坏球 今天谢长亨投了四局 阿Q投两局 郭剑成现在也投了两局 这是他第九局的投球 第三局投球 但是在第九局 又是 好球 连续三球 请他下台休息 跟刚刚华丽克是一模一样的情形 这个三阵也是 到齐队今天 第十名打者被三阵出局了 郭剑成个人也投出了三次的三阵 谢长亨投了五次 阿Q投了两次 郭剑成现在投了三次 所以总共十英的联军三阵了到齐队十名打子 又是挥棒落空 现在打击的是Fernandez 接替Piazza做捕手 除了投手捕手以及游击手之外 都是统一师队的球员 打击出去 伊磊边线的一个强劲滚地球 郑百胜说 我来 没错 自拍了雷包 这个球因为实际上打得太强劲了 对 所以接到郑百胜的手套里面 时间非常的快 对 所以他不需要做传球 虽然郭剑成已经跑下来做捕位 但是郑百胜说 少一个传球 少一次失误的机会 对 所以自己踩垒包 这是非常正确的 这已经是连续第十六名到齐队的打准 没有集出安打了 一人出局以后 现在上来打击的是Wallick 今天的投手指定打击 第四次上来打击 挥棒落空 前面三次打击 有两次都是被三阵出局的 其中有一次就是被现在的投手郭剑成给三阵 今天十英联军的投手好像是一个表现的变弹 比一个精彩 对 先发投手谢长亨已经表现很精彩了 对 四局的投球 只被打出三支安打 没有失分六个三阵 但是阿Q上来 两局的投球只被集出一支安打 也没有失分 郭剑成上来更厉害 对 前面的三局没有被打出任何一支安打 已经投了 加上这一局的话 是四个三阵 没有保送 华雷克的打击 郭剑成的投球 两个好球又是没有坏球 又是1 2 3 今天已经连续两次了 对 华雷克都是跟他道了个早安 午安晚安 就请他下台 所以他一共对华雷克只投了六个球 就三阵他两次 这恐怕也是一项记录 对 是郭剑成上来所投的第五次的三阵 也是总共到齐队 第十二名的搭者被三阵出去 昨天道齐队总共被这个卫拳队 以及郡国队的投手三阵了十三四 十四 十三吗 好像是十三四 今天 现在已经慢慢接近了 第一个球又是好球 郭剑成大概越投越有心得了 昨天是九局 今天也是第十局 第十局 一号没有坏球 两人出局 打击出去 那野的一个滚地球穿过 那野变成了干打 这是经过了十六名打者以后 到齐队所集出来的第一支安打 也是到齐队整场比赛里面的第五支安打 而且又是汉瑞·拉瑞格斯打出来的 所以前一次打出安打的 也是前两轮之前 在第五局由汉瑞·拉瑞格打出来的 然后经过了十六名打者 又是由汉瑞·拉瑞格斯打出中间方向的强劲球 而且也是郭剑成头球以来被集出来的第一支安打 站上了一垒 不过已经两人出局 现在打击的是第九棒的伯尼格 前面三次打击 一次被三振 一次是双杀打 还有一次是畜生球 好球 郭剑成今天好像第一个球都是好球 我还记忆中还没有第一个球是坏球的样 这一个球比较中间 但是刚刚他畜生球 所以这个球好像怕会不会又 有点重心往后 对 让他心有余悸 不太敢挥棒的东西 一好球没有坏球 两个人出局 内野的滚地球 林克接到以后 传一垒 三个人出局 三个人出局以后 也造成了盗齐队在十局上半 进攻的无功而返 所以十局上半进攻之后 盗齐队仍然没有办法得分 双方的比数仍然是0比0平手 所以马上我们继续进行的是 十局下半 诗英联军的反攻 所以我们来讨论一下 这场比赛经过了 九局 等于是已经 九个半局了 对不对 九个半局的进攻 结果在这个计分板上 是挂了这个 十九个0 对 十九个0 双方都没有办法能够得分 而且双方的安打数 盗齐队集出的是五支 而这个诗英联军 也不过集出了四支 在防守上面 双方都表现非常优异 对 都各自发生了一次失误 所以这个0比0的平手的状态 我的感觉是蛮合理的 对 不知道江中豪感觉怎么样 对 这样子表现的话 如果说 以教练的立场的话 以前教练就会骂 就会骂打击手 骂打击手 为什么对方的投手打不到 对不对 但是说老实话 我们也打不到 他们也打不到我们 我们的投手的球 对 这是双方面 对 我们打不到他们的投手 他们也打不到我们投手的球 对 所以真的是一场标准的一个投手战 对 我们看到场上练头的仍然是 稻奇队的第三任投手 Steve Wilson 他如果第十局下半继续投球的话 这也是他第三局的投球了 对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一直感觉这场比赛 不管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对 不管是0比0平手结束也好 是我们赢也好 或是他们的赢也好 我们至少创下了一项记录 就是让稻奇队攻了十局 都没有办法得分 对 这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记录了 对 而且他们这些都是有身价的球员 对 而且一开始都是由这个先发的阵容来上场 今年稻奇队到台湾来访问 他们这个除了投手之外 投手其实他们的先发主力的投手也都来了 像今天派出来的Candyati 跟昨天出来救援的Hersheiser 都是他的主力投手 那其他的八个手备位置 除了二雷手 这个Jody Ray 是他们先发选手没有来 以及左雷手先发选手没来之外 其他的这个六个位置 他的先发选手都来了 对 所以真的是可以说是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的实力全到了 对 所以我们可以在十局的比赛里面让他们没有办法得分 这也是非常难得的 对 现在稻奇队的捕手也换了人了 第二任的捕手Hernandez 刚刚大概在接那个球的撞了一下以后 恐怕是受伤 所以现在换上了是Brooks 然后由于Brooks原本是中间手现在换下来之后呢 把这个Henry Rarigas换去手中间手 而右外手空下来的位置呢 变成了Snyder Snyder是昨天的右外手今天再度上场 但是做救援的 我们看到捕手已经换了是黑人的这个Brooks了 是第三任的捕手 这个球非常漂亮 对 让打击的诚实性呢遭到了三阵 这个三阵是Steve Wilson上场以后所投出来的第三次三阵 也是整个诗英联队被三阵的第五名打者 郑百胜是这局第二个上来打击的 郑百胜也是他第二次上来打击 前一次上来打击是内野的滚地球 集出了一个内野的滚地球 但是恐怕便安打 这个球打得非常技巧 虽然三队手已经好像知道跑上来接 但是这个球打过了他的身旁 让他没有办法接到 等到游击手再来接的时候 即使是用空手接到这个滚地球 也来不及了 因为重心已经失去了 没办法投球 对游击手博尼格空手来接这个球 但是发现郑百胜又是左手的打者 脚程又快 已经根本没有办法杀到他 所以干脆不传了 所以这也是诗英联军今天所产生的第五支安打 不过这个安打也等了蛮久的 因为上一支安打 林克是在第六局打出来的 对 七八九局也都没有打出安打 一直到了十局下半 诗英联军才再度打出安打 这是他们的第五支安打 五支安打 有两支是这种的偷 偷就是偷袭的短打 出其不易的安打 一人出局以后 在一垒上是靠的内野短打 非常技巧 成功地上到一垒的正百胜 现在打击的是吕文森 吕文森是第一次上来打击 在前面半局才上来接替 二垒手谷国谦的守备 好像有意思要把他送到二垒 对虽然是一人出局 又来一个内野的短打 又成功 这个球本来想牺牲打 对 但是牺牲打还好 变成那个内野的安打 连续两支内野滚地球都变成安打 这个球相信让到齐队的教练们 对 开始要投大了 坐在休息区旁边的总教练 以及打击教练 都没有办法 都没有办法 看着这个球爱莫能助 吕文森这个球也点得非常好 点到右边 斯蒂·威尔森趴在地上想挡这个球 但是没有办法能够挡住 造成另外一支安打 现在一二垒有跑者一人出局 那第一个出局的是陈志信 一开始上来的被三阵出局 这个时候到齐队的捕手 跑回了休息区 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 大概是他的这个装备上面发生的问题 要去换一下 好像是护胸上面有一点松弛 所以过去给这个训练员绑了一下 现在再度的出场 第二垒有跑者一个人出局 施英联军在十局下半的进攻 双方比输还是0比0 这一局下半如果现在能够打出一个安打 得到一分的话比赛就结束了 对对对 我想这还是要避免双杀 这个双杀 我想对方的投手应该会投内脚的第一球 对因为才一人出局内战 有跑者有双杀的危机 对来掉 来让你说 让你觉得说 这个是内脚球 有很好的机会 但是其实那种球 打出来 并不是能打得非常好 也许是山游间的滚地球 双杀的机会就很大 所以还是要避免说内脚的不要 不要去太勉强去出棒 所以虽然优势 但是打击还是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仍然有双杀的危机 现在在场上打击的是江泰拳 江泰拳已经是第五次上来打击了 前面四次还没有集出过安打 我们也看到在场边 道琪队有救援投手 在练头是背号62号的 Jonathan Hurst Jonathan Hurst是从3A 3A所带来的 他并不是一个大联盟的选手 但是现在在场边上做练头 场上投球的仍然是左头的Steve Wilson 一个好球 这个球是个坏球 一好球一坏球一人出局 我们看到这个道琪队内野的防守圈 并没有缩得很小 是一种好像摆着双杀的形式 当然这个时候道琪队 对希望出现的就是内野的滚地球造成双杀 打击出去安打 左外防守的安打看看能不能跑回来 正牌身冲回本磊 得分结束 比赛结束 哈哈 私营的联军打败了道琪队 这在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第一次私营的联军 我们中华队打败了洛杉矶来的 美国大联盟的道琪队 这在我们职报的历史上可以大输特输 对太棒 没有话讲江泰拳 制胜的安打 左外野方向使得二壘上的跑者 正百胜一口气通过三壘跑回本壘 得到这关键性的一分 在十局下半 以1比0打败了洛杉矶的道琪队 江泰拳这一球打得太漂亮 对 双方的比赛在经过了十局的熬战 终于在一个人出局之后 石英的联军靠着连续两次内野安打 先是正百胜的内野安打 再靠这个 李文森的触击 李文森的一个内野安打 所以才使得这个江泰拳的这个 平非安打造成了得胜 所以我们先来听听看这个江仲豪对这场比赛的感想 我想这一场 基本上来讲 两对六位投手表现得都非常的好 然后到其最后那个左投手 刚刚在比赛中我也说了 他球有一点偏高 然后这个时候一二的有人 一人出局的时候就是要 要投的话应该投内角的低球 结果他这个球就投偏高了 偏高 江泰拳我的印象说 他内野 他内角球是非常厉害的 那这种球对他来讲 刚好喝他的胃口 所以这场球就是这样子 很精选的赢的这场球 太棒了 对 不过这场比赛 双方的投手真的说 都表现得非常精彩 对 都表现非常好 尤其是石英的投手 投手群门 谢长亨投四局没有十分 阿Q投两局没十分 郭建成上来投了四局也没有十分 而且实际上对方打了一个安打 郭建成是今天的胜利投手 他也在历史上留名了 虽然今天球戏 他的表现好像不太出色 是个悲情的投手 但是能够在这个职棒历史上 留下一个名 他是胜利投手 第一个打败洛杉矶到齐队的投手 可以说是 算是这个 他这个历史上的 一生可以说最精彩的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 这个石英的联军 在第十局下半 可以说是将士用命 集出了三只安打 以七只安打 全场七只安打 打败了 这个洛杉矶到齐队 到齐队只有五只安打 所以一比零打败到齐队 相信不但是 现场的观众看得非常过瘾 在这个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也是历史的见证人 对这场比赛 相信也看得非常过瘾 刚刚大会宣布 今天的最有价值球员 当然我想不用说了 每一个人都猜得到 就是刚刚打出 赛杰安打自身一分打点的 江泰拳 所以江泰拳今天前面四次打击 虽然都没集出安打 但这最后一次上来 打出安打 前面四次没安打 大家都不记得 现在就只记得 这第十局下半 一二零有炮子的时候 打出这个自身的安打 非常非常的关键 所以让全场的观众 都非常的兴奋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江泰拳刚刚集出安打的情形 因为这个画面相信会将来 被大家一再一再的重播 对 因为是历史上的一个记录 江泰拳在Steel Wilson的投球之下 集出了左岸野方向的一个强劲的安打 让二垒上的正百胜 一口气通过了三垒 跑回本垒得分 虽然左岸野手想把这个球传回本垒 想自杀正百胜在本垒之前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对 来不及了 所以现场我们现在进行一个颁奖的仪式 我们看到盗齐队的总裁 Pieter O'Malley 跟职棒联盟的秘书长 图德言先生 都在那边准备做颁奖 如果是由Pieter O'Malley来颁奖的话 相信他的心里不太好过 因为他的球队才刚刚创下了历史记录 在台北就是台湾输掉了他这个第一场比赛 所以昨天的那场比赛 这个盗齐队的总教练Tommy La Soda说 他们非常辛苦的以4比2打败了 这个魏全龙跟郡国雄的联军 也许有些记者还不太相信 认为说他们是客气了 好像没有尽到什么权力 但是现在看起来 恐怕盗齐队还真的是非常辛苦 才赢到昨天的比赛 对 然后今天呢 十英联军的这个投手群门 真的是表现太精彩了 轮番上阵 三名投手 谢长恒、阿Q跟郭建成 投完了十局 只让盗齐队集出了零星的五支伊雷安打 没有办法能够得分 所以现在盗齐队的总裁 Pieter O'Malley在做致辞 他现在在对江泰拳作为恭贺 他知道他是统一师队的球员 恭喜他能够集出自胜的这个关键性的安打 所以江泰拳也是放下好语 说他今天这一集啊就是让这个盗齐队仔细看看我们中华职棒的实力 不要让这个盗齐队小看了我们 昨天虽然第一仗让盗齐队赢了 不过那是进地主自己要客气 第二场就不让他们赢了 所以今天赛前呢 郑昆基教练在跟这个汤姆勒沙打做合照的时候也是 这个汤姆勒沙打说你们要让我们赢三场 我们是远道做客 郑昆基教练说昨天让你们赢一场已经够了 已经进到了我们这个地主了 今天就要让你们输 这果然一语成真 对 今天这场比赛在十局的竞争之后 诗音的联军打败了盗齐队 而且江泰拳得到了最有价值的球员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啊 现场的观众我觉得非常的幸运啊 都是历史的见证 这是第一次中华的职棒在台北市 把这个来访的洛杉矶大联盟的盗齐队给打败了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上 让大家看都非常非常的过瘾 我们也非常感谢江仲豪能够在这里 跟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这场比赛 那明天的这场比赛将是在三点钟进行比赛 就是由兄弟向队 也就是职棒四年的冠军队 跟第六名的山山虎队 来联军跟盗齐队来做这最后一场比赛 现在双方等于是战成了1比1平手 所以这最后一场球 我们就来看兄弟向跟山山虎队的表演了 也希望明天有更多的观众到现场来 给我们中华的职棒来加油 相信明天这场比赛一定也是非常精彩 谢谢今天大家来看这场比赛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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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